变成男子愿,又做女人往生愿。 为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之第三十五愿。 即阿弥陀佛未成佛前,未法葬比丘时,于是自在王如来所,曾经发愿,若有女人闻佛名号,幸乐本愿,发菩提心,则其受终,能得男生,而往生极乐净土。 无量寿经卷上,大一二,二六八下,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其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幸乐,发菩提心,厌恶女生,寿终之后,复卫女相者,不取正觉,此外,于密教则独许以女生成佛。 要诗流离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法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批六千九百一十五。 辩义,只因以果义,前辩后义之义。 为辩义生死之略称。 天台宗以无色形之圣列,受其之短长,但迷想见灭,正物见增,此迷雾之迁移,称为辩义。 为时宗则以圣者改义分断之身,只具有色形区别及受其定限的三界五去生死之身,而得不可思议书庙之身,称为辩义。 杂阿含经卷二,据舍论卷二十二,批六千九百一十六。 辩义生死,又作无畏生死,不思议辩义生死,不思议辩义死,辩义死。 二种生死之一。 为分断生死之对称。 即阿罗汉,辟之佛及大力之菩萨,以无漏的,有分别业,为因,以无名著的为缘,所招感三界外之殊胜细妙的果报生,此一果报之身,细由无漏之悲愿力改转原先的分断生死之粗生, 而便为细妙无有色形,受命等定限之身,故称便一身,细由无漏之定力,愿力所助感,妙用而难测,故又称不思一身,又以此身乃随大悲之意愿所成者,故意称意成身,无漏生,出过三界身,复以此身即由无漏之定力所转成, 以异于其前的分断粗生,犹如变化而得,故又称变化身。 盖阿罗汉,辟之佛及大力之菩萨以断尽四柱的之反恼或障,不负在受身为三界内之分断生,故受身为三界外之便一身, 然彼等又以此便一身回入三界中,常识修菩萨行,以其达于无上菩提。 又若依法相踪之意,有四类人能受便一身死之果报,即,一,二,圣之无学圣者回心而入大臣,余的涅槃之后,即可直接受便一身之果报。 二,有学之圣者转向大臣,余初的以后意的受便一身。 三,悲增之菩萨,余八的以上受此便一身。 四,一类至增之菩萨余初的以上受之。 法性宗则认为二圣之无学及菩萨之种性以上,得随应而受便一身。 据三论宗家祥大师及藏于圣满宝枯卷中莫之说,便一身死与分段身死之别乃在,分段身死之身具有色形区别与受其长短之定限,而便一身死则由心时之念念相续而前便后意,其身形与受其皆无定限。 大臣一张卷八本意举出便一身死之三意,即,一,以维系之身灭为便一身死。 二,以圆照无漏所得之法性身为便一身死之身。 三,真正之法身如来藏于上位出离身灭之计,由随逐无常之死法,故称便一身死。 大臣一张卷八本又将便一身死分为两类,一,是时中之便一身死,细于六时之中原照无漏法所受之果报。 父有三种之别,一,阿罗汉及辟之佛所受之身,二,种性解形之人所受之身,三,初的以上菩萨所受之身。 二,望时中之便一身死,细于第七时,阿陀那时,中原照无漏法所受之果报。 亦有三种之别,一,初的以前菩萨所受之身,二,初的以上所受之身,三,八的以上所受之身。 圣满宝窟卷中莫将便一分为自暴与畏物二种,一,自暴便一,系以无漏之无因畏体,以无漏之夜畏因,以无明畏原。 二,畏物便一,系以色因畏体,以悲怨畏因,以众生之根御畏原。 上纪之外,有关受身位便一身之种别及其修行皆位等,诸家之间令有多种一说。 圣满经义成章,无上一经卷上,成为十论卷八,法华经玄义卷二上,成为十论掌中书要卷下末,参阅,生死,2059,P6916。 便一身,即便一身死之身,为,分断身,之对称。 系阿罗汉,辟之佛,即大力菩萨等三圣圣人于界外净土所受之震报。 华言经探玄记卷六,大三五,二二九中,定分齐者,若三圣中菩萨,的前臂是分断之身,的上方有便一身,此便一身系由无漏之,有分别业,为因,以无名著的为原,所招感书圣系妙之一首果,即由无漏之悲愿力改一三界五去之分断生死的粗身, 而得不可思议之细妙无有色形,寿命等定限之身。 成为十论卷八,大臣玄论卷五,参阅,便一身死,6916,P6917。 变相,只依经典之记载,描绘佛之本身谈,或净土庄严,地狱相撞等之图画,用以宣传教义。 又作变相,变会,略称变,变,乃变动,转变之意,即将种种真实之动态,以图画或雕刻加以描绘,如画弥陀净土之香,称为弥陀净土变,画兜律天弥勒净土之香,称为弥陀净土变, 依华严金所画之七处八卫或七处九卫,称为华严变象,画地狱之种种香,称为地狱变象等。 据洛阳加兰纪卷五载,北魏僧会深层于前陀罗国之雀离浮图,摩写释迦四塔变。 又从现金山旗,范NCH,巴赫特,范BHROT,等之古雕刻及古壁画中,有关佛传或本身谈之变相意不少,可见印度古来及有诸种变相之雕画。 我国及日本所描绘之变相图,初识多位弥陀、药师、释迦、观音、弥勒等之净土变相,及弥陀、观音、弥勒等之莱淫变相,其后见有华严变相、法华变相、地狱变相、石王变相等之绘制。 此外,其他重要之变相上有冒陀阿玉王四塔之四本身变相,及与塔之四念分别克漏萨躲王子变、舍眼变、出脑变、旧歌变等,及大慈恩四番金堂壁上之古金翻译图变, 平康房菩萨四有无道玄之制度论色即变即为魔变、黄梅东山四郎必有卢针之能加金变等。 在日本,亦有四佛净土、本地锤、二尊浅影等各种变相之造力。 变相之构图,虽亦有仅以二、三形象所成者,然大部分变相则多会有数十百尊之佛、菩萨、诸天、人及各类畜生,并配以宫殿、楼阁、山水、树木、花草等,其图相及颜色即为复杂。 又依材料之别,有壁画、柱绘、卷纸图、或木雕、石刻、泥塑等多种。 此外,于日本,亦称净土变相为净土曼陀罗细受密教影响之而称,实际上,变相于曼陀罗之意义迥弱。 不空所神变真言经卷十五,有不疲奈耶杂士卷十七,景德传登陆卷三红忍传,开元世教陆卷十,高森法显传诗子国无畏山经舍条,参阅,曼陀罗,四千四百,批六千九百一十七。 辨识真言,细辨化食物为诸天及恶鬼谣之咒语。 又作辨识咒,辨识陀罗尼。 即就把艳口恶鬼陀罗尼经所记载,大二一,四六五上,那摩萨达他伯多鲁子地案参婆罗参婆罗欧,之咒语。 该经记载佛在加皮罗尘尼据绿纳森加兰说法,耳识阿南独居近处席定,于夜三更之后,轻见一艳口恶鬼,其身形丑陋而枯寿,口中有火燃,咽喉戏如针锋,蓬头而爪牙长力,胜可不畏, 比告阿南于三日后亦将命境而堕恶鬼中,阿南黄布尔询问免苦之法,厌口恶鬼明示阿南,若能施食与无量恶鬼即百千婆罗门仙等,并未必供养三宝,即得增寿,并能令恶鬼的身天上, 阿南仓皇至佛所,成世起教,佛即违比宣说无量微得自在光明书圣妙力陀罗尼,即辨识真言。 据消是金刚科一会要注解卷二载,行人念此真言,或三辩,七辩,或二十一辩,由此真言之力, 其所公物,自然变成各种诛天窑,皆有五种色相上位,依依如须弥山。 其法先以敬法界滥字真言及吉祥手印加持二十一辩,以为清敬法时,次念此辩识真言,而后再念普公养真言,万叙九二,一三七下,安囊三婆日落湖。 此外,依日本之银山和尚轻规卷下载,诗恶鬼会中,所持诵之洒水珍言位,大八二,四四六中,南无萨妇达他波多妇虏指地安三摩罗三摩罗欧。 于加急要救阿南陀罗尼艳口鬼遗经,词诀大师请来目录,佛门必备课诵本,P6918 变迁之时代,泛名KLNR 本书为印度思想家泰戈尔,Ravendranth.h.ker,1861-1941,之论文集 以孟加拉语撰写,1937年刊 内分十四篇,包括,变迁之晒,思虑与无思虑,战争之原因,真理之呼声,民众之利益,性力崇拜,守陀罗之宗教,度教徒与回教徒,妇女等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论述西方偏狭之民族主义,印度教与回教徒之冲突,种姓制度,普遍性之人类宗教等,痛切批判现代文明之弊病 6,919 为犯语多卡,因译达拿,托契尼,巴利语大 끼之略译 右座之 其译有四,一,犯指译之不诗 此时译通于谭诗,不诗等用法 二、指信徒以金钱,财务等不诗僧侣 三,指信徒所施于僧侣之前财物 四,指僧侣于信徒不施实物后,为信徒说法,此时亦称达,达说法 有关此类不施财物之用语,除上举之外,佛教中令有上、下、唐、道、众、公、谈、大、经、财、资、师、钱等 其中,上、系指信徒献上金钱、财物、下、系指将信徒所不施之财物安置于诸佛、祖师之向前 诗、系指信徒对僧侣之不施、其余之堂、镖、物、资、钱等 皆指信徒对僧侣或寺院不施财物、或指所不施之财物、或特指信徒为信徒作佛是必、信徒所施之金产钱 此外,禅灵在法会时,住持于诸佛、祖师向前供至信徒所不施之钱财 亦称为经、钱等 又法会当中,若住持认为所供奉之施物尚未允荡时,即令人家添之 此称为贴 赤修百账轻规卷三管呆专使条 大四八、一一二六下、知识玉柄助持、亦专使宣书铁人资轻重、方丈被贴、虚令和解、又禅灵象器尖达条 增一阿含经云、适时佳业从佛受教、罔至犯至父舍以、就作而作、适时比婆罗门复辩公半遥转种种饮食以奉佳业、适时佳业及受食 欲度人故、而向彼人说此搭 旧一华严经卷四十四、四分律卷四十九、尊婆须密菩萨所及论卷二、四分律形式超卷下三、禅院清规卷六中严斋条、悬应应一卷一禅灵象器尖前裁门、参阅、达、五千六百七十七、P六千九百一十九 罗、西弹字、LA 西弹五十字门之一、四十二字门之一 又作罗、罗、罗、喝 大品般若经卷五广成品、佛本行及经卷十一席学技艺品等经 以范语LAT、知、知与首有罗字、故君以罗字为爱之之意、即唱罗字时断一切生死爱之之缠绕 华言经四十二字官门一举出、若称字时、入无够般若波罗密门、悟一切法、出世间、爱之因缘永不现 又大制度论卷四十八节大品般若经载 以范语LAT、因义罗求、清之意、知与首有罗字、故转世作清之意、即闻罗字时、知一切法离清众之相 又御余佛经转二句原品、大日经卷二句原品等则以范于LAT、因义罗吃洒、行香之意、知与首有罗字、而卫罗字为香之意、即罗字门位一切诸法、一切香不可得 此外,伊南本大班涅盘经卷八文字品位,罗者名声文臣,动转不住,大臣安顾,无有轻动,舍离声文臣,而经勤修习无上大臣之法。 光赞班若经卷七观品,文书施力问经卷上字母品,大日经书卷七,参阅,西坛五十字门,四千五百七十三,批六千九百二十。 罗吃撒,犯于拉KA之音译。 又作罗起撒,起间拿。 意意味香,即事物之诸相,特征。 大日经书卷七,大三九,六五五上,犯云罗吃撒,此番未相。 忠略,诸法虽无常,无我,而有各各香,如的煎,水师,火热,风冻等,舍未诗香,不悔不恼未持戒香,忠略,无知未灭盘香等。 批六千九百二十。 朔起底,犯于Apti,巴利于Sati。 又作朔起底,朔起底,朔底。 意意作朔,即止枪己。 密教以之安置于曼陀罗中,或作为不动明王之池物。 于印度,以朔起底象征威力,性力之义,始建于斯菲达修达罗奥义书,范菲达罗奥义书,等诸奥义书中。 于印度教,原系用来象征主上神之威力,后裔以之欲于其配偶神,由是遂拟人化而转变为女神之性力崇拜,经印度教中极有崇拜师婆,范埃法,配偶神度尔家,范德克,之性力派,佛教中有观如来说起底菩萨之说,恐系受此思想影响而产生者。 苏西的杰罗经卷下,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下,大日经书卷六,惠灵因义卷三十五,参阅,如来说起底,两千三百六十四,批六千九百二十。 朔加罗阿易多王,朔加罗阿易多,泛名AKR-Ditea,一一帝日,为印度籍多王朝之国王,又称朔加罗蝶多王。 此王约于西元五世纪初,为王舍臣北之比丘和罗舍盘舍,范R-Javae,创建纳烂陀寺。 而后历代君主相继增助,遂为印度佛教之忠心。 大唐西玉记卷九,大五一,九二三中,佛涅槃后魏九,此国先望朔加罗阿易多,敬重一臣,尊崇三宝,是战福帝,见此加兰,或为此王即新日王,新日王曾因是轻以巨舍论破斥外道之皮加罗论,而赠经一落差。 泼索盘斗法师传,P6921。 朔基摩,即是加募尼之意义。 陀罗尼及金卷一大一八,七九四中,中心地书罗诗,朔基摩卫道场主,P6921。 显文,1856,1909,湖南人,俗姓杨,自魁印。 十一岁李浙江高明四绝诗法师出家,二十岁受巨族解。 后至温阳红罗山,昼夜金秦,宋华言,法华诸经,历经六年,洞西傲旨,复至九华,翠峰诸山,开讲说法,顿悟信海。 炫富南京赤山,依法忍禅师参究,偶峰识子集足,豁然有甚。 光绪二十八年,1902,睫毛于卢山,专修禅定,邪步着席。 刘思迅文齐道遇,迎请主持南京皮卢寺。 于轩统元年十二月世纪,世寿五十四。 有语录一卷形式。 批六千九百二十一。 显家、位、名家、之对称。 指佛菩萨对众生所施显而意见之加倍。 如佛陀于华言会上,以身夜魔菩萨顶,增其威力,以口夜劝说法应,助其辩才。 其利益皆明显可见,故称为显家。 法华经玄一卷六上,华言经书卷一,参阅,二加,一百九十一,批六千九百二十一。 显本,系天台宗所说,为世尊于法华经受量品显示如来九远之本地。 天台至以以,开显本,亦与阐明法华经之指去,其中,指尽臣之垂,本指九臣之本地。 因世间天,仁等皆执着世尊为家耶使臣之心佛,实则于百千万一那由他结前已成佛,家耶成佛之身仅其垂而矣,故世尊于法华经受量品开家耶成佛之境,而显九远成佛之本。 法华经玄义卷七下,卷九下,批六千九百二十一。 显正,位,破协,之对称。 亦为张显正义,又作深正,立正。 如三论宗矣,破协显正,唯一宗之鬼要,因本宗所依之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皆不出破协与显正之二者,专门破斥,有所得,之说,大臣其信论一设,显示正义,一科,以对至邪直之弥简。 又如唐代法灵之破协论,辩正论,及玄移之真正论等,亦多欲破协显正之一。 大臣玄论卷五,中观论书卷一,大臣义章卷一,三论玄议,参阅,破协显正,四千两百三十三,批六千九百二十一。 显示,未显录小事。 一切众生之本性,具有因果,理事等法,佛籍以十二因缘,四地,八正道等教法显示,令比众生开悟,得以度脱。 无量寿经卷下,瑜伽诗的论卷八,华言经书卷一,批六千九百二十二。 显示因,未无始以来六种妄想的习因之一。 即以一念忘情之身,必有所作善恶业之乡,犹如灯之照物,显然可见者,称为显示因。 大臣入伦家经卷二,大明三藏法术卷二十六,参阅,六因,一千两百五十六,批六千九百二十二。 显色,泛与法A,RPA,至显然可见之色,为,形色,之对称。 于一切色法中,其相状显著,可视眼见而识别者,有十二种,即,一,氢,犯NLA。 二,黄,犯PTA。 三,氏,犯Lohita。 四,白,犯Avita。 五,云,犯Avita,至龙气。 六,烟,犯DHM,至火气。 七,臣,犯Rodgers,至被风吹起之细土。 八,物,犯Mahic,至地面之水蒸气。 九,影,犯Chapter Y,光明被障而不得明见物体或其余珠色。 十,光,犯Tapa,至日焰。 十一,明,犯Loka,至月,星,宝珠,殿等之光焰。 十二,暗,犯NDAGRA,全然无法见物。 其中,青,黄,赤,白等四种未本色,称为四显色,由以白色最为殊胜, 其余八色均有本色之差别所立,故皆设于此四本色中。 以上十二种显色为小臣说一切有不所立, 而为十宗之瑜伽师的论卷义则增立,空义显色, 一项,总为十三种显色, 大臣阿皮达摩杂级论卷义增加,雄色, 共为十四种显色。 巨舍宗则于上纪十二种外, 另立长,短,方,圆,高,下,震,不震,空义显色等九项, 而成二十一种显色。 又在青,黄,赤,白外别加,黑,色, 则为密宗之特论。 又说一切有不认为此十二显色有各别之, 即为,各有其别体, 经不及为十宗则主张仅有四本色为十色, 其余均为假色。 十身足论卷义大皮婆沙论卷七十八, 卷八十五, 巨舍论卷义巨舍论光, 卷义六千九百二十二。 显行士观, 显行与士观之并称, 为日本净土宗西山海之祖正空解释观无量寿经中定赞二战行之意义时说, 依自立修景所显现之行称为显行, 而显示弥陀他立旧度之德称为士观。 乃本于善之观经书续分译中立之善善显行元定善士观元等于。 此中, 显行相当于行门, 士观则相当于关门。 批六千九百二十二。 显戒论, 凡丹卷。 日本天台宗之祖罪臣传, 八百二十。 收于大正葬第七十四册。 由于罪臣上表请费小臣戒仪, 而大臣戒仪, 并别设大臣戒谈, 罪隐难都诸宗之多方论难, 罪臣乃针对此类论难而阐明大臣戒未经论中所明示之事时。 此时为开展日本山家学生是以成立天台宗之根本理论, 亦为纯大臣戒创立之根本盛典。 批六千九百十二。 显宗记, 全一篇。 唐代何则神会作。 全称何则大师显宗记。 收于大正葬第五十一侧仅得传登录三十。 内容叙述禅宗之中药全篇仅有六百六十字。 卷头与云, 大五一, 四五八下, 无念未宗, 无作为本, 真空未体, 妙有未用, 其下则略解无念, 无作等之意义, 盖无念, 无作乃神会之根本主张。 其次论说般若与涅盘不二之理, 再次叙述传一在禅宗传承中之重要性。 全篇以《金刚般若经》所说之, 般若空至, 应魔所著而生其心, 为基础, 并成继后秦僧照之般若无之论, 涅槃无明论, 与六祖慧能之法宝坛经中定会第四等思想。 又针对神秀等之北宗, 论述传一, 以是慧能之正统。 此外, 于全唐文卷九一六载有本篇, 严寿之宗进入卷九十九亿引用显宗纪之标题。 又胡适所编神会和尚 以及之第四残简一收载本篇。 禅集至卷上, 禅学思想史, 忽华古快天, 唐代文化史, 罗湘林, 参阅, 和泽宗, 四千七百七十九, 批六千九百二十三。 显宗论, 请参阅阿皮达摩藏显宗论。 显明, 一味无会恶够染。 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六上, 洗浊购屋, 显明清白, 光荣佛法, 宣流正化。 二, 一千九百一十七, 辽宁景西人, 俗姓雷。 十二岁出家, 清静谈虚, 如光二诗。 十五岁, 李银口人言四禅定法师受据足解。 毕业于浙江四名官宗讲四红法社, 清智帝贤, 宝敬二诗, 专攻天台教学九年, 为天台宗第四十五代法寺。 曾任官宗讲四红法研究社及香港红法经社之福讲, 主讲, 广西佛教会副会长。 抗日战争期间, 真的太虚大师等任可, 入军籍, 复应, 免工作。 来台后参与党务, 六十岁自公职退休, 重批滋衣。 师数十年来讲经, 弘法于港台佛教界, 先后于系指慈航佛学院等处担任教席, 并出任香港菩提佛学院院长, 美国庄严寺, 大爵寺住持。 这有显明大师法及形式。 P6923。 显义, 即现世获得佛菩萨之利益。 法华玄义卷七下, 大三三, 七七以上, 此土他土红经, 论其功德, 观文但明明立, 不说显义, P6923。 显密二教, 指显教与密教。 又称显密, 显露秘密, 显示秘密。 字眼与文字上明显说出教法者, 称谓显教, 若秘密说, 不可有表面得知者, 则称为密教。 其分类法, 或就说教之方式而别, 或就教义之内容而别。 大制度论卷四, 大二五, 八四下, 佛法有二种, 一秘密, 二显示。 显示中, 佛, 辟知佛, 阿罗汉皆是福田, 以其烦恼净无余故, 秘密中, 说诸菩萨的无身法忍, 烦恼已断, 据六神通, 利益众生。 天台宗志以大师及基于大制度, 度论所说, 在化疑似教中举出显露不定教, 秘密不定教, 此系就说教之方式而别。 另据宋高僧传卷三, 净土指规及卷上等载, 则以经, 律, 论等位显教, 以谈场作法, 宋持密咒等位密教。 盖于佛教诸宗派中, 据舍, 为时, 三论, 华言, 天台, 净土等诸宗, 一般皆以大小尘而别其义趣, 然若自真言密宗之观点而言, 则不区别其大小尘, 而一概皆以显, 密二教界分之, 如上纪所举诸宗派, 即以巨舍, 为时等诸论, 或华言, 法华等诸经位医用经典, 皆被密教视为浅显义解之教法, 故总名为显教, 反之, 以真言法, 瑜伽观形, 及身成佛, 等秘密奥指为宗旨者, 使称为密教。 在印度, 以大日经之说为中心所产生之密教, 称为真言尘, 以金刚顶经之说为中心所形成之密教, 则称为金刚尘。 在日本, 东密, 台密等对显密之分类细旧教义之内容而区别, 一, 日本东密之教判, 空海在辩显密二教论中指出, 应身佛是加募尼应众生之根基, 能力, 而说之一成, 三圣教, 即为显教, 至若法身之大日如来, 细未显示其自身证悟内容, 自受法乐, 之三密教, 即属密教。 又密教为为佛所知之密密教, 相对于此, 显教则为全甲方便之教。 二, 台密, 天台宗之密教, 之教判, 据原人, 安然等诸师之说, 三圣教为显教, 亦成教为密教。 而在密教中, 以华言, 法华诸经典仅说世俗与圣义共一体之理论, 而不说应相等具体之是相, 故称为理密教。 另如大日, 金刚鼎等经典则兼说理, 是两方面, 故称为是理具密教, 于是, 理之中, 所说之理固然相同, 而说是密之教法教为优胜, 此即所谓, 是圣理同, 之说。 然后是多主张法华与大日为同一原教, 并无优劣之别, 或为法华经等所说之密教为杂密, 而大日经所说之密教为纯密。 此外, 显密监学, 只修习显教与密教, 以及修学佛陀一代之教法, 显密戒三学, 只显教之华言, 法华等经典, 与真言密教, 戒律等三者。 法华经卷十, 苏西的经略书卷一, 石柱心论卷九, 卷十, P6923。 显寿不退转菩萨记, 请参阅宝语经。 显阳圣教论, 泛名Procurary of C, Stra, 凡二十卷, 幼称总包众议论, 广包众议论, 显阳论。 印度无者造, 唐代玄奘义。 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 本论为显阳于家师的论要义之最著者, 古称于家论十之之一, 为为十宗十一论之一, 成为十论之所一。 本书凡十一品, 一、设事品, 二、设境一品, 三、成善巧品, 四、成无常品, 五、成苦品, 六、成空品, 七、成无性品, 八、成县官品, 九、成瑜伽品, 十、成不思义品, 十一、设圣抉择品。 共有252颂半卷末附陆显阳圣教论诵一卷。 另有著是书显阳书一卷, 唐代亏姬, 显阳论书八卷, 星罗景星, 等, 然皆已不传。 此外, 由于玄奘将显阳论与显阳圣教论诵分别译出, 以致引起学界对于论, 诵之作者是否为同一人之议论。 日本学者与景伯受主张显阳论为世卿所作, 显阳圣教论诵方为无者所作。 其所提论点之一, 为南朝成代真帝所义之三无性论相当于显阳论中成无性品之常形式文, 而三无性论与同为真帝所义之转时论, 皆属于无相论之一部分, 又转时论为世卿三十为时送之同本意义, 故知无相论为世卿所作, 复由此推之显阳论当为世卿之试文。 大唐内典陆卷五, 开元世教陆卷八, 批6924。 显阳论, 请参阅显阳圣教论。 显圣寺, 位于浙江绍兴县南十八公里处之云门山中, 又称云门山显圣寺。 于明代, 以曹洞宗之占然原成为使, 既有同宗之而秘名符, 使与明方等禅师注于此寺。 大明一统治卷四十五, 大清一统治卷二二六, 批6925。 显过破, 英明用语。 为英明论义中, 真能破, 之一。 力量破, 之对称。 即不别利论事, 而仅指出论敌在论事中之过物, 以破斥之。 参阅, 能破, 四千两百九十七, 批6925。 显境名言, 为时宗之教义。 以明, 句, 文等全表事物之义理, 称为表义名言, 而七转时之心, 心所能识别对象, 正如名言能彰显示物之义理, 故称显境名言。 批6925。 显章隐秘, 又作显说隐章, 隐显。 日本净土真宗用来解释官无量寿经之语, 及真宗开祖清卵于解释净土三部经时所说。 显位表面明显, 张位内在明章, 隐位隐藏, 密指佛之秘义。 官无量寿经表面虽为药门之教, 显说定, 散二善, 而其中则隐是佛之秘义, 此秘义及阿弥陀佛之宏愿义法。 又三部经中除观经外, 阿弥陀经义有隐显之义, 此经未善本, 得本之真门, 显说自立之义心, 而隐是佛之无碍大信心之秘义。 无量寿经则无隐显之义, 所说甲即甲, 真即真, 乃真实之教。 教行信证卷六, 批六千九百二十五。 显词, 一千八百八十八, 一千九百五十五, 广东人。 民国九年, 一千九百二十, 一帝贤法师出家, 学天台教官。 其后, 参禅于江苏高明寺, 深得手作普修法师赏识, 启迪良多。 十五年起, 于上海佛教居士林, 开讲弥陀, 冷言等诸经。 四二年, 于为阳斋新寺闭关前修班若, 于关中者冷言一解书十卷。 出关后, 至各方宏教说法。 二十四年, 应邀赴香港奖金。 四十四年八月, 世纪于九龙, 世寿六十八。 师必申奖金眼教不屑, 世智不当注持, 不传解。 这有新金贯诸解, 原诀经试药, 金刚经真义书等。 批六千九百二十五。 显音, 一千九百零二, 一千九百二十五, 江苏崇明人, 俗姓诵。 自大明。 一帝贤法师出家。 天资秀明, 学通经藏, 由善词章。 民国十二年, 一千九百二十三, 于包城至东渡日本, 在高野山天得愿学秘, 并授灌顶。 十四年底护航传授秘法, 明造一时。 同年五月世纪, 年仅二十四。 诗学养后时, 文彼喜恋, 曾负责编辑佛教士林之刊物, 并先后应邀为丁福保所编之佛学大词典及日本大振兴修大藏经作序。 此外, 另有论文数篇散建于早期之海潮因。 P67926 显时, 细显时论所立二种时之一, 为阿赖耶时之以名。 显时论中为生时, 应寿时, 振寿时, 事时, 数时, 处时, 言说时, 自他差别时, 战恶了生死, 等九种时, 皆由阿赖耶时之地而生起。 阿赖耶时含藏一切善恶种子, 而能显现一切境界, 上纪之九时系以阿赖耶时为种子所显现之果, 故称为显时。 又显时论中所立之令一时称为分别时, 即止意识, 包括生者时与受者时。 生者时, 系被我见所付的染污之意, 受者时, 则系一切能受体, 二者同为虚妄分别之主, 故称分别时。 大明三藏法术卷五, P6926。 显时论, 翻明Final Extra, 全意卷, 成, 真第一,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一册, 内容阐明三界为十一, 出说时有显时, 分别时等二种, 次举一切三界为时等论指。 本论论题下有, 从无相论出, 之语, 而同为真谛所义之, 转时论, 论题下意有此语。 又除高丽大藏经外, 于颂, 原, 明三种版本中之本论卷手机, 皆有, 显时品, 三字, 准词, 推测本论系阐释, 无相论, 中显时品之作, 然因无相论于汉译中并无一本, 故意无法却之作者究系和人。 此外, 本论之家注位, 大三一, 八八零中, 一书九十第三, 和简文艺有两, 一名实体, 二名实用, 一实体者出为实论, 上映中, 一书九十, 之语, 或止真谛所畅言之九十亿, 而转时论中亦有, 大三一, 六二上, 据如九十亿品说, 之语, 故推之本论与转时论当位姐妹作之关系。 又上映中, 出为实论, 之语, 四亦为本论所说, 一切三界为有实, 等文乃出自为实论, 若然, 无相论当系为实论之以名。 又若自本论之义与观之, 则与真谛意之设大成论是等颇不一致, 故推测本论或细由真谛, 或真谛之门人所造。 大洲刊定是教目录卷六, 开源是教录卷七, 印度哲学研究卷六, 与景博寿, 批六千九百二十六。 显灵寺, 位于西藏江兹。 为江兹最大之喇嘛庙, 又为西藏红教主要寺庙之一。 本寺依山而建, 与江兹炮台遥遥相对, 乃半月行之寺院, 由山路攀到最高处, 共有四百余公尺, 周围密柱层层城墙, 地上铺满大块石板, 显示神圣庄严之气势。 广场左边有一座奇大之兆坛, 位于多面塔, 塔顶是以赤金月宴行之间市。 塔供五层, 象征地、水、火、风、空等五大, 每层之小堂内, 藏有历代高森之遗物。 批六千九百二十七。 燕, 宜又称灵燕。 指灵妙不可思议之笑燕。 由于信仰, 祈祷等, 于眼前具体之事实上显现不可思议之结果, 即位之燕。 而此笑燕之相状, 则称为燕像。 参阅, 灵燕, 六千九百四十五, 二指日本之修燕者, 或其不可思议之行事。 批六千九百二十七。 燕主问, 焚羊十八问之一。 右座探拔问, 心形问。 主, 指诗家, 学人设计问题以探视诗家激略之深浅, 称为燕主问。 宋代灵纪宗禅师焚羊善召将将学人对诗家之种种问话, 分类为十八种, 禅灵间称之为焚羊十八问。 闭言录第四十一则, 大四八, 一七八下, 五孔敌撞者沾拍板, 此为之焰主问, 亦为之心形问, 又五家宗旨转要卷上, 万序一一四, 二六二上, 不会抵人为什么不宜。 探求寻拔而问也。 闭言录第九则, 批六千九百二十七。 宴祭, 请参阅灵宴祭。 称祭, 请参阅玄祭。 惊觉, 未惊动觉醒。 有二意, 一味诸佛令众生于不觉与昏眠中觉醒, 一味劝请诸佛从定而起, 以救护众生。 大日经书卷九载, 诸佛经觉众生, 因一切众生皆在无名中昏睡不觉, 故如来以成言感动之, 使得醒悟。 金刚鼎于家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修行, 以鬼经卷上载, 于家行者游结印, 送经觉真言, 请一切如来出定。 同时思维, 我身少会少福, 沉默于苦海, 经账托诸佛微神力, 唯愿不舍大悲本愿, 慈悲精明观察护念拔忌我。 彼一切如来即以各神力加持护念, 于家行者自或无量福聚, 身心自在。 此即真言行者经觉诸佛, 其请救护之意。 此外, 又有经觉显教之佛菩萨, 另入密教之意。 金刚顶经卷上, 密藏记, P6927。 体, 梵语Svabhava或Bhva, 巴力语Svabhava或Bhva, 意识体或体性之意。 乃法之本质, 亦及法存力之根本条件。 于古代印度, 数论派主张一切法, 其体为一, 圣论派主张一切法, 其体个别, 说一切有不以为诸法, 其体个别, 皆为时有, 为时宗则主张一切法有便即所值, 依他起, 圆成十等三性之别, 而以圆成十性为一切法之真实体性。 此外, 于十八空论, 就近一尘宝性论卷四, 大尘起性论等诸论书中, 则揭出, 真如, 为一切现象诸法之实体。 佛性论卷一, 卷二, 摩赫止观卷五上, 大尘起性论义记卷上, 参阅, 有体无体, 两千四百六十一, 二英明用语。 于英明论事中, 称宗, 命题, 之后尘, 兵词, 为义, 而称前尘, 主词, 为体。 如, 身是无常, 之命题中, 身, 为体, 无常, 为义。 盖前尘与后尘仅能表示, 未知之不同, 未能表示两宗医, 宗体之所医, 即前尘与后尘, 兼之作用与关系, 故英明学者另立, 体, 语, 意, 之名称, 以表示各宗医所特具之作用及其关系。 所谓立宗, 即是用后尘内所说之意, 来论说前尘内所说之体, 即用意显示体之性能, 特色, 并以别于其他不同之类。 故体是, 所论说者, 意是, 用以论说者。 如, 身是无常, 中, 身, 是体, 无常, 是义。 此命题以无常显示身之特色, 同时亦令其与它物区别。 体育义系相对而非绝对, 体育义之互转, 因明学上称为, 得名不定。 于, 身是无常, 中, 身, 是体, 无常, 是义。 若说, 而所闻是身, 则, 身, 未义。 故知体育义之德名, 取决于论说之关系而非名词之本身。 体育义虽已表示各宗医之特色与两宗医间之关系, 然人不够周详, 故因明学者更进一步, 为体育义各立三名, 以详视其作用与两者间之分别及关系。 体之三名为自性, 有法, 所别, 亦之三名为差别, 法, 能别。 其中, 自性与差别, 有法与法, 所别与能别各自成对, 依次说明如下。 一, 自性与差别, 自性与差别之区分标准有三, 一, 局通对, 以, 局, 与, 通, 为自性与差别之标准。 前程所说局限于本宗, 不贯通宗外, 故前程又称自性, 后程所说贯通至宗外, 不局于本宗, 故后程又称差别。 自性局限于本宗, 故范围辖于差别。 如, 身是无常, 之命题, 前程之身仅指本宗所说及之身, 不能贯通至本宗以外之色, 相等, 故前程现于本宗, 后程无常, 则不限于身因一种, 可适用于本宗以外之其他事物, 故后程贯通于宗外, 范围宽于前程。 准此, 自性与差别系用以显示, 体狭义宽, 之关系。 二, 先后对, 体, 居于宗体之首, 正代后尘为其显示特色, 说明其类别, 并非其前别有他名呆前程论说, 故前程称为自性, 亦, 居于宗体之末, 其作用在于为前程是性别类, 故称差别。 前程仅说, 身, 尚未显示其所具之特色或所属之种类, 故称自性, 即至说出, 无常, 于身之特色与类别使明白显示, 后程, 无常, 即将前程之, 身, 从异类中分别出来, 亦将之归入其显属之种类, 故称差别。 依此, 自性与差别乃在显示体与异间之归类作用。 三, 言许对, 言, 指言成, 即言语所成, 以言语明白陈述, 知意, 许, 指意许, 即意中所许, 为行于言语而为意中所认许者, 知意。 然从自性与差别相对之观点而言, 言成系指言语所成与意中所许两相一致, 意许系指言语所成与意中所许不完全一致。 言成表里如意, 顾称自性, 意许表里不同, 顾称差别。 盖一, 言许对, 所成立之自性与差别, 与一, 局通对, 即, 先后对, 所成立之自性与差别, 其名称虽同, 意义不一。 局通对, 与, 先后对, 中所说之自性一定未体, 其所说之差别一定未意, 言许对, 所说之自性可能是体, 意可能是意, 所说之差别可能是意, 意可能是体。 体中所说与其意许一致, 则体未自性, 若不一致, 则体未差别, 意中所说与其意许不相一致, 故事差别, 若相一致, 则意意味自性。 二, 有法与法, 前尘又称有法, 后尘又称法。 法有二意, 一, 能持自体, 二, 鬼身他解。 必须兼具鬼, 持二意, 方的称为法。 如, 身是无常, 一命题中, 前尘, 身, 虽能保持自身, 但并未界定他事, 无从令身心解, 后尘, 无常, 既能保持其自身为无常, 又能界定前尘之, 身, 令其发生心解, 是无常而非常主。 故后尘既具持义, 又具鬼义, 得称为法, 前尘, 身, 虽不是法, 然能具有此, 无常, 法, 故称有法。 准此而言, 前尘是能有, 后尘是所有。 三, 所别与能别, 前尘又称所别, 后尘又称能别。 立宗系用后尘来论说前尘, 以阐明其属于后尘所说之类, 并以别于其他之类。 如, 身是无常, 以命题中, 以, 无常, 论说, 身, 阐明其属于无常之类而别于常住之类。 故, 身, 未所别, 无常, 未能别。 此意名称, 系由自性与差别之, 先后对, 推演而得, 将差别分为能与所, 以称其语体。 以上所说关于宗及其成分之各种名称, 列表如下, 因明入正理论, 因明入正理论物它们浅示, P6928, 提用之之类法之具体性与作用。 体, 即体性, 不便之真理实相, 无有分别, 用, 即作用, 差别现象之具体表现。 顿悟药门论卷下, 万序110430上进者, 本体, 明者, 用也。 从本体起用, 从用归本体, 体用不二, 本非书。 法华文句卷三下, P6930。 体用门, 为, 因果门, 之对称。 于为时宗用以显示种子与现行之第八时, 本时, 七转时, 前期时, 兼关系之法门中, 种子与第八时有能持, 所持之关系, 称为体用门, 即能持之第十位已, 所持之种子未用。 盖七转时所勋之种子, 皆落在第八本时之字体分中, 第八本时设持种子为字体, 故以业种子无别相, 仅成为第八本时中生果之功能, 故以第八本时之现行位体, 种子未用, 然而设用位体之故, 一切种子于第八本时同位无际性, 此为体用门之矣, 成为时论卷二, 参阅, 因果门, 第二千两百九十五, 批六千九百三十。 体性, 指实体, 即是物之实质位体, 而体之不便亦称为性, 故体即性。 若就理之法门而言, 佛与众生, 其体性同一而无差别。 据舍论卷十三, 大二九, 七一上, 体性是善, 犹如良药, 批六千九百三十。 体法, 于天台宗, 为天台四交之通教三圣人, 不待息破色, 新诸法, 而直接体达因缘所生法, 当体即空无身, 断尽烦恼, 而入于真空。 法华文句卷十, 维摩经悬书卷二, 参阅, 体空观, 六千九百三十, 批六千九百三十。 体空教, 指产说, 当体即空, 之教门。 就天台宗所立化法四交而言, 即指其中之通教。 盖通教系于方等, 般若等二时宣说因缘之, 即空, 无身四地等之教旨, 故称体空教。 如金刚班若经, 未班若时所说, 之六欲, 为摩经, 未方等时所说, 之时欲等, 皆属体空之教法。 参阅, 通教, 四千八百零三, 批六千九百三十。 体空无身观法, 只直接体达一切诸法当体即空, 无时生时灭之观法。 如金刚经所说, 大八, 七五二中, 一切有位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映作如是观, 批六千九百三十。 体空观, 为, 西空观, 之对称。 全称体色入空观, 体甲入空观, 体法入空观, 体法观。 细致不呆西破色, 心诸法, 而直接体达, 因缘所生法, 当体即空, 之观法。 三论玄义有言, 大四五, 四上, 小臣差法明空, 大臣本性空计, 即止臣时论等之观空法, 乃兮破色, 心诸法而见空, 相对于此, 大臣则直观因缘所生法本性空计, 如幻如梦。 于天台宗, 以此体空观为四教中通教菩萨所修观空之法, 而以西空观为藏教之观法。 又将体空观与西空观作义比较, 为两者皆属于从假入空观, 亦同样能破戒内之见, 思二或然其观法则有巧, 卓之别, 乃以体空观为巧度观, 以西空观为卓度观。 维摩金玄书卷二, 法华文具卷六上, 摩赫止观卷三下, 四教义卷一止观辅行传红卷卷三之四, 批6930。 体性, 体者, 通之意, 即通于他心而能生性。 法华精性解评, 大九, 一七上, 心相体性, 入出无难, 批6931。 体相, 体与相之并称, 本质不变而为差别现象之所依者为之体, 依于体而外现之差别现象为之相。 概体者, 唯一, 绝对, 无限, 真常之法性, 而相者, 则为非一, 相对, 有限, 非常之法相。 法相宗与法性宗对体, 相之说法各异。 法相宗位于能依之相外, 另有所依之体, 即于依他起之万有之相外, 另有缘成十之真如位所依之体, 如草木之外, 上有所依之大地存在。 法性宗则未能依之相乃所依之体, 而该通依他起之万有之相者, 即缘成十之真体。 批6931。 体相用, 说明佛教教义之用语, 乃自法之本体, 体, 其所显现之现象与特质, 相, 及其作用, 用, 等三面考察时所用者, 及其性论中所言之体大, 相大, 用大等三大。 参阅, 三大, 525, 批6931。 体参, 民国湖北人, 俗姓礼, 身足年不详, 为留学印度之华森, 民国十一年, 1922, 入武昌佛学院, 十四年赴入南京之纳内学院, 十九年任北平年花寺佛学院教师, 四年, 赴印度朝里巴大圣地后, 入泰戈尔创办之国际大学专攻范文, 为九级受该校聘为华文教授。 二十二年, 富尼泰尔, 卡什米尔等地考察佛记, 后担任印度日报英文翻译, 长传稿报导印度及国际佛教动态, 颇受重视, 批六千九百三十一, 体制, 指体达真空妙有之智慧, 法华玄义卷三上, 大三三, 七一零下, 通教义有三人, 同以体制关界内十二因缘理, 批六千九百三十一, 体灭, 为, 用灭, 之对称, 有为法之事体皆由因缘而生, 于刹那刹那间其体灭亡, 故称体灭。 承时, 为时宗为其体灭亡, 皆为后生法之因, 由是跟身心事体而言以相续, 故自其当体而言, 则为灭亡。 但此灭非断灭之意, 而系以因果关系言之, 故非必尽断灭。 幼萨婆多不虽主张, 三世时有, 法体恒有, 无论一时或永久, 皆不认为体上之灭亡, 而仅就体上之作用而言, 故主张有, 用灭, 而无, 体灭。 参阅, 用灭, 两千零七十四, 批六千九百三十一。 体意, 有二一, 一, 体与一之并称, 体, 指诸法平等之理体, 意, 指诸法差别之相用。 二, 以意意含第一意地之意, 直指法界平等之体性, 固体意及意。 批六千九百三十二。 体达, 为通达宇宙万物之真理而无拥塞, 意及穷尽诸法实相之当体而全然通达无碍。 又体达之, 体, 及通达之意, 或为, 体, 为本体, 达, 为通达之意。 金光明玄义卷下, 大三九, 一灵下, 体式达意, 得此体意, 通达无庸, 批六千九百三十二。 体漏经风, 禅灵用语。 体漏, 全体漏线而显出事物之真貌, 金风, 指秋风。 秋风吹落树叶, 献出树之实体, 如同无人, 灭却分别妄想, 本真及全体漏线。 碧言录第二十七则, 大四八, 一六七中, 森问云门, 树雕叶落实如何, 云门云, 体漏经风, 批六千九百三十二。 独楼里眼睛, 禅灵用语。 右座棺木里称眼。 独楼, 原指死人之头骨, 于禅灵, 转育人以断除情食分别, 获得解脱。 独楼里眼睛, 即比喻有死中得活之义。 盖究极之道乃非分别之, 时, 所能乐之, 若兴时灭尽, 即有大活处, 此即独楼无时之境界。 碧言录第二则, 大四八, 一四二中, 森问相言, 如何是道, 严云, 枯木里龙吟, 森云, 如何是道中人, 严云, 独楼里眼睛, 批六千九百三十二。 旧尾顺境, 一千八百六十八, 一千九百四十一, 日本真宗大古派佛教史学者, 社经人, 浩兰山, 曾任佛教史灵编辑, 东大史料编转所编转观。 后于各大学讲授日本佛教文化史, 并为佛教史学, 东方佛教等佛教刊物之主比。 昭和十六年逝世, 逝寿七十四。 这有日本禅宗史, 日本佛教文化史, 日本佛家人名词典等。 批六千九百三十二。 临角欲独爵, 又作临角独爵, 临欲独爵, 指独居正物之原爵人。 为, 不行独爵, 之对称。 二种独爵之一, 独爵, 又亦作原爵。 据剧舍论卷十二, 据舍论光纪卷十二记载, 独爵中灵角欲者, 要修百大劫菩提之资良, 然后方成灵角欲独爵。 以独居悟道, 犹如灵之警具一角, 故称灵角欲独爵。 参阅, 不行独爵, 四千八百一十四, 原爵, 六千一百三十二, 批六千九百三十二。 主类, 主, 为父主, 父托之义, 类, 为烦劳和父之义。 为以示主托他人而令其父和。 宗门中, 每以传父佛祖大法, 令后人护持, 称为主类。 维摩金略书卷十四主类品, 至以, 批六千九百三十三。 主类品, 主托洪通该金之品名。 通常至于金末, 如文书师利问金第十七品, 为摩杰所说金第十四品, 皆为主类品。 但法华金二十八品中, 主类品列为第二十二品, 法乡宗以为鞭刺有物, 天台宗则以为是, 因而各执义说。 批六千九百三十三。 揽石成全, 华言宗叛教之用语, 为持真实教法而作全巧方便之教, 为, 敏全归时, 之对称。 华言宗日演, 法葬等, 将如来之圣子, 教大别为三圣与一臣, 更于一臣之中分叛同, 别二教, 而以法华经会三规一之说, 同教一臣, 华言宗时时无尽之说, 叛位, 别教一臣。 法葬于华言五教章卷一是同教一臣, 设立分诸臣, 荣本末二门。 荣本末即为痛教之名一系以一臣为, 以三圣为末, 荣会三圣与一臣二者, 其下父分明全归时, 华识臣全二门。 其中, 与权归时即一臣, 华识臣全即三圣。 第六千九百三十三。 残检自负, 又作作检自负。 比喻众生起烦恼, 自造或业而省沦于三界, 犹如残之作检, 吐丝禅。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二十七, 大一二五二四上, 如残作检, 自生自死, 一切众生亦父如是, 不见佛性, 故自造结业, 流转生死。 说吴, 吴长经, 大制度论卷三十一, 卷九十, 往生论注卷上, 批六千九百三十三。 矮庭, 一千八百九十三, 一千九百四十七, 江苏太宪人, 俗姓吴, 又诗双清, 依凶嫂而居。 因感世事无常, 岁依红开寺文心, 至光二师出家。 受巨族戒后, 即入泰州如是道初级小学。 民国三年, 一千九百一十四, 入上海华盐大学。 十七年, 于镇江创办, 竹林佛学院, 专宏华盐, 疲靡, 禅教双修, 人才辈出。 二十一年, 应张连爵居士之请, 博画, 东连爵院, 并于院内设图书馆, 流通佛经, 发行, 人海灯, 杂志。 其后于九龙, 澳门创办一学, 开港澳佛教教育之风起。 曾东游日本, 搜集华盐著书多种。 民国三十六年世纪, 试授五十五。 有华盐教义章集解一册, 七云文集等著作形式。 批六千九百三十三。 灵山寺, 一位于浙江前堂。 随开黄年中创建, 出名南天竺寺, 唐时更名后天竺灵山寺, 为天台宗之道场。 宋天喜四年, 一千零二十, 复改称天竺寺。 南宋立位台教武山之遗愿, 莫毁于冰火, 明代会日大师重心。 至清代, 又遭太平军焚毁, 精存之殿语, 乃乱后兴建者。 本寺经为灵祭宗之道场。 参阅, 天竺寺, 一千三百五十一, 二位于河南以阳县城西八公里凤凰山北路。 又称凤凰寺, 暴中寺, 暴恩寺。 前陵落水, 依山而建。 四东之塔陵, 列有明清以来专造木塔石余座。 据以阳县制报恩寺图所示, 主要之建筑有山门、 前殿、 皮炉殿、 大雄宝殿、 藏金楼及左右配殿等, 保有经代建筑风格。 大雄宝殿有三尊明代之佛像, 为现今河南最早之泥塑作品。 寺内悲客林立, 为研究书法艺术之珍贵资料。 三位于广东朝阳。 石头西迁之法寺大雁宝通创建于唐真元七年, 七百九十一。 长庆二年, 八百二十二, 受赐, 护国禅院, 四俄。 元和十四年, 八百一十九, 大雁与朝周次使韩玉相会, 韩玉留一而别, 现存有刘依庭, 碑记, 大巅祖师塔等。 四位于台湾台中。 清光绪十六年, 一千八百九十, 凌允清于雾丰青铜颜色观音庙, 民国三年, 一千九百一十四, 德兴, 德清二师重建, 改为零山寺。 三十五年, 大殿被山洪冲毁, 乃重建于台中, 德真法师任开山住持。 三十八年, 设念佛会, 聘请礼禀南居士定其奖金。 又先后设置临山学院与雾丰分院。 七十年, 兴建宫殿是三层楼, 庄严宏伟。 P6934。 临山净土, 临山, 全称临旧山, 为世尊说法华经之会处。 即为临旧山为世尊报身常驻之净土。 据法华经卷五如来寿量品载, 世尊为度化众生, 故方便是现涅槃, 而时无灭度, 常驻灵旧山说法, 节莫火灾起时, 世界西皆烧尽, 为此净土不毁坏, 常驻安稳, 天人充满。 经光明醉圣王经卷一如来寿量品,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妙法莲华经幽波提舍卷下, 法华玄论卷九, 法华文句卷时尚, P6934。 灵山会上, 即世尊在灵旧山说法度生时之会作, 有二种说法, 一, 指言说法华经之会作, 法华经科著, 万绪四八, 三五五下, 灵山会上邀法华经, 习日世尊经口宣唱。 二, 指念花赴法之会作。 据大梵天王问佛觉一经载, 世家习于灵山会上, 首念一花是重, 家业见之, 破颜为孝, 世尊遂赴以正法眼葬。 世尊念花赴法之会作乃后世禅门赴法之根本会作, 其典故迹经由广谓流传。 P6934 灵山路, 请参阅彻翁和尚语录。 灵友会, 日本日联宗系新兴宗派之一。 由日联宗信徒九宝脚太郎, 1892、1944, 创立。 世自幼寿国祝会纯正日联主义与法华行者西田俊藏, 佛所护念, 教法之影响甚深。 大正九年, 1920, 与护次真雄等人共组, 灵友会, 十四年, 与其兄小谷安吉, 扫小谷喜美在祖, 大日本灵友会。 所谓, 灵友, 亦为连结自己之灵与第三界之万灵, 将法华经之信仰与祭祖之习俗相结合, 并为体现佛制之菩萨之法, 即教人供养祖先, 供养祖先之灵, 亦即供养三界万灵, 使, 神, 佛, 灵, 三者合一, 即虔诚之信仰, 三者相互感应而产生灵验。 该会系以信奉法华, 供养祖先为其基础教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自该会分出之心心教团颇多。 P6935 灵光, 指众生本具之佛性, 清净无染, 灵照而放光明。 五灯会圆卷三百丈章, 万绪一三八, 四四下, 灵光毒药, 窘托根尘, 体漏珍藏, 不拘文字。 心性无染, 本字真诚, 但离望愿, 即如如佛。 P6935 灵光寺, 北平明差之一, 位于绝山, 金翠围山, 东路。 唐大历年间, 766, 779, 创建, 出明龙泉寺, 金世宗大定二年, 1162, 重修, 称绝山寺, 赴金明成化十四年, 1478, 重修, 改称金明。 本寺殿宇宏厂, 磅有水池, 池上有亭泻, 颇为优质。 其旁有归来安, 寺后原有韬光安, 毁于火灾。 本寺原有昭仙塔, 为辽道宗贤雍七年, 1071, 所建, 毁于八国联军, 谨慎塔基。 民国四十七年, 1958, 至53年春, 于塔基中发现十一世纪之世家佛牙舍利, 遂于寺内新建一座高15公尺, 八角形十三层岩之佛牙舍利塔基附属殿堂。 P6935 灵妙, 指人至无法测知之神妙不可思议之事。 禅元诸全集都蓄卷下之一, 大四八, 四零九上, 但以此心, 灵妙自在, 不守自信, 故随迷雾之缘, 造业受报, 遂名众生, 修道正真, 遂名诸佛, P6935 灵谷寺, 南京明差之一, 位于江苏南京之东北, 中山之阳。 本名位道灵寺, 南朝流宋时, 宝至禅师所建。 梁武帝时, 建宝至塔于丸珠峰前, 改名为开善寺, 至藏层于此宣讲成时论。 宋时称为太平新国寺, 后改称蒋山寺。 山门有, 第一禅林, 知匾鹅。 明洪五年间移于东路, 寺明林古寺。 本寺规模及电宇即为宏伟, 由山门至大殿相距约三公里, 沿途电宇充盈, 号称精灵第一名杀。 后遇太平天国之乱, 毁于冰火, 仅存无良殿, 为明代出其建筑。 民国十七年, 1928, 北伐成功后, 政府建革命阵王将士纪念塔于此, 又称灵古寺塔。 寺内有奉寺玄藏头盖骨之设立塔, 并收藏取自雷锋塔之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设立宝窃印陀罗尼经, 唐人血经真基等佛教文物。 精灵梵沙至卷三, 大明义统至卷六, P6936。 灵宫, 指宫于王者灵牌前之斋石。 吉人死后四十九日间, 涉中阴潭, 陈列宫悟。 盖人于死后七七日内, 尚未投身他戒, 称为中阴生, 又称剑达父, 亦亦未寻香, 即寻香而食, 故未尽食物之香气于死者而供斋石, 若少福者食恶香, 多福者则食好香。 据舍论卷九, 四分绿山繁补雀形式超卷上, P6936。 灵河, 指龙所住之河川, 又坐龙泉。 以龙之大力, 故虽逢天汗, 而河水仍不和洁。 安乐极卷上, 大四七, 七中, 譬如济花五境, 丰日不韦, 覆水冷和, 世汉无节, P6936。 灵之不昧, 为灵妙之时之, 明白不暗。 成官, 宗密各位华言宗之四祖, 五祖, 然亦皆属和责禅之系统。 其中成官于所者华言星药法门中, 依禅之体验而开示华言思想, 无助心体灵之不昧, 即为比体验禅止之极致表现, 灵之不昧, 表示佛道与心之究极自觉之状态, 宗密视之为迎境之理。 盖所谓灵之不昧, 其本体乃众生之如来藏心, 此, 之, 共通于凡圣, 故与圣至有所区别。 又此, 之, 并非妄想分别之之, 乃无念之真之。 北宋天台之山外派极好用词, 灵之, 二字, 而有灵之心性, 真敬灵之, 灵之一念等用语。 华言经书卷十五, 成官, 禅元朱全集都续卷上二,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八, 卷三十, P6936。 灵之, 一千零四十八, 一千一百一十六, 指北宋律森元兆。 渔航, 浙江航县, 人, 俗姓唐。 晚年主航周灵之四三十年, 是称灵之尊者。 参阅, 元兆, 一千两百二十八, P6937。 灵之观无量寿经义书正观计, 请参阅观经义书正观计。 灵老四, 越南著名之佛教建筑, 位于顺化, 阮黄王子于1601年所建, 十七至十八世纪, 在内战中受到严重破坏。 1815年重修。 1844年于寺前修建七层知福元塔, 以纪念七世诸佛。 该寺有一字内部发出回音之剧中, 为越南国宝之一。 P6937。 灵泉禅寺, 位于台湾基隆东交越眉山。 为台湾佛教发祥地之一。 清光绪二十四年, 1898, 由福建古山永泉禅寺善至、 妙密、善会三师相继迎建而成。 凡佛殿、禅堂、天王殿、 开山堂、灵塔等, 均赐地竣工, 略被丛林泛沙之规模。 佛殿供奉释迦佛及十八罗汉, 四大天王等圣像, 系国内名将林启奉所塑造。 寺内并有自印度迎回之佛陀设立于缅甸白玉佛像多尊。 又藏有大陆明山之古板经书、 山智等物。 该寺以安森洪法为主旨, 特众文教工作, 创办有佛学禅灵、 佛教学院, 培育僧才。 其法脉及所开建之分之寺院, 遍布全台。 批6937 灵界, 指亡灵所著之幽明世界。 燕罗王公行法次第, 大二一, 三七六上, 谨以相结饮食及钱财必博等, 先奉献十方诸佛, 忠略, 一切明官, 明道, 僧, 尼, 灵界五百恶鬼众, 批6937。 灵峰宗论, 请参阅偶艺大师宗论。 灵峰派, 清代净土宗之一派, 万亿大师秩序, 一千五百九十九, 一千六百五十五, 所创, 已驻杭州灵峰, 故称灵峰派。 诗臣子伯真可, 云七诸红, 憨山德清等性相融会, 禅境一致之说, 主张三学议员, 禅宗, 教宗, 包括天台, 华言等各家, 律宗应相互卫用, 不当分合饮水, 认为禅是佛心, 教是佛语, 律是佛形。 由江禅, 教, 律统设于净土一门, 以念佛三昧论完成其三学议员之思想体系。 天启元年, 1621, 师发四十愿求, 深净土, 晚年更远定净土食药, 提倡念佛往生。 净土食药为秩序教学之重要著作, 其弟子兼密成十余诗, 十迹后即录一座为诗卷, 及凌峰偶异大师宗论。 建之后, 沈安斯其大政法道, 此派真于极慎。 清代中叶已降, 佛教由三学议员更眼位如佛一致, 遂有居是佛教圣心。 清初前千亿, 一千五百八十二, 一千六百六十四, 这大佛顶首人严经解蒙十卷, 班若新经略书少超二卷等, 堪称清代是佛教之先驱。 有亦即卷自十, 卷五十, 净土全乌, 凌峰至, 周庆云, 凌峰义�禅诗语录, 兴续高森传卷九, 卷十, 卷四十五, 中国佛教使卷四, 蒋维乔, 藕义大师的净土思想, 圣, 参阅, 参阅, 秩序, 5019, P6937, 凌峰藕义大师宗论, 请参阅藕义大师宗论, 林恩, 1915, 湖南称县人, 民国二十年, 1931, 伊德义和尚出家, 同年受聚足解。 由南越, 毕业于南越佛学院, 后入华盐研究社一年, 四十年来台湾, 曾执教于新竹林影寺二年, 后入台北松山寺任之客, 为该寺主持道安法师之得力助手。 继道安之后, 为该寺主持, 并兼任狮子后杂志发行人。 批6938, 批6938, 林辞, 林, 为林验, 林辞有二义, 二, 有座仁慈, 为佛寺之以明。 二, 为祭拜土地神等之词, 批6938, 林谷, 范语A.R.R.A. 应亦设立, 又座古身, 通常指佛之以谷, 亦即佛设立, 又尊称死者之以谷, 亦称林谷。 赤修百丈清规卷三有, 林谷入塔, 一向, 即只将王僧涂皮后之以谷送入塔所。 翻译名义集卷五, 批6938, 林堂, 为有灵异之神佛殿堂, 又止祭奠死者遗体之事。 批6938, 林场, 止具有灵验之神佛道场, 又止鬼神之谈词, 如我国普陀山像以观世音菩萨显灵之道场著称, 故道俗多前往寻拜。 广宏名集卷十九七静灵王发讲书, 大五二, 二三二下, 林场炫彩, 震水新莲, 陈姿上果, 永岛方圆, 批6938, 林, 唐代森, 集冠, 生族年军不祥, 高宗甘峰, 666, 668, 年间, 驻西明寺, 后往中南山参业道宣, 研习律法, 其后并业文纲, 大词等诗, 长吉路道宣平日之法语, 做四分律形式抄计, 四分律轻重诀等书, 经散义不传, 宋高森船卷十四, 卷十五, 批6938, 林渡寺, 位于香港新界元朗煞村西侧之林渡山, 大头山, 上, 与悲渡山相对, 创建年代不祥, 景之宋, 明两代长家修建, 清道光二十年, 1840, 迁至县纸重建, 咸丰十一年, 1861, 改建, 民国十一年, 1922, 重修, 据广东考古籍要, 市老篇, 及保安县制, 人物略, 宰, 于南北朝宋文帝元家初年, 碑渡禅师以碑渡海, 铸西屯门山, 及碑渡山, 后迁铸屯门山树里外之小山, 称为林渡山, 山中有寺, 及林渡寺, 林渡山之地形颇似猛虎矩的, 本寺即位居虎头处, 四旁之林鹤, 的永清泉, 称为碑渡禅, 甘烈纯玉, 千年未枯竭, 四竟有古中一口, 造于道光年间, 批6938, 林异纪, 请参阅日本林异纪, 林玉, 518, 605, 随戴森, 定州屈阳, 河北, 人, 俗姓赵, 18岁出家于赵俊应爵寺, 21岁从道平学的论, 三年后归定州, 受据足解, 26岁从影工学四分律, 并由松, 林二师学陈石, 安, 由, 荣三师学杂星, 亦曾从学于大统法上, 495, 580, 自此专业华言, 涅槃, 地论, 律部, 并通试点如极, 扬明夜下, 其为学美博寻旧解, 穿凿心意, 其讲说则亦存纲领, 不再张具, 由是轻动欺众, 皆豪卫, 欲菩萨, 北周毁法之计, 施律同旅二十余人居于聚落, 咒读俗书书, 夜谈佛礼, 诱着补书一卷, 出外不战, 以充良资, 后随带新教, 游化宴, 赵等地, 开皇十年, 五百九十, 入洛周林通寺, 一年驻乡周大慈寺, 又奉斥驻常安心善寺, 地狱受以国统, 施故慈不就, 归驻乡周眼空寺, 以讲说为物, 大业元年世纪, 试寿八十八, 撰有十地, 维摩, 班若等书, 及大乘一章, 圣记, 佛法东行记, 安明论, 灭法论, 骑士三宝记等, 旭高森传卷九, 华严经传记卷二, 试士六铁卷十, 新修科分六学森传卷十三,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二, 旧唐书经级至第二十七, 批六千九百三十九。 凌云, 唐代森, 福建长西人, 吉福周凌云山至秦�禅师, 生足年不祥, 四法于常庆大安, 出驻大围山, 英赌桃花而悟道, 禅灵称为, 凌云见桃明星, 凌云桃花悟道, 有记云, 大五一, 二八五上, 三十年来寻见客, 几回落叶又抽之, 自从一见桃花后, 直至如今更不移, 为山林又懒记, 结其所悟, 与之福气, 乃云, 从缘悟达, 永无退失, 善自护持, 祖唐吉卷十九, 景德传登陆卷十一, 武登会员卷四, 世事鸡鼓略卷三, 批六千九百三十九, 凌云见桃鹿, 请参阅见桃鹿, 凌云, 一位一切之根源, 意志绝对平等之佛心, 佛性, 真如等, 参同气, 大五一, 四五九中, 凌云明皎节, 支派暗留住, 直是袁世弥, 气里亦非误。 二, 1902, 1988, 浙江陵海人, 俗姓父, 自幼多病, 已的母教, 成念观世因菩萨名号, 而顽疾的欲。 民国二十一年, 1932, 舍父母妻子, 赴福建古山永泉寺出家。 李叶禅宗明德虚云和尚, 蒙收未徒孙。 四年春, 受聚足解。 魏九, 随其借师应此法师至天宁寺节下安居, 并学范网经。 其后, 回古山入法界学院, 从此周法师学华言及四分律。 此后数年皆四处参学, 并朝礼各大名山。 34年于上海辞修安讲大臣起信论。 大陆沦陷前, 应需云和尚之寒昭, 网驻云门寺。 38年喜居香港, 43年转来台湾, 乃创建十方大爵禅寺。 53年创办大爵佛学院, 开奖范网经, 其信论, 八十规矩诵等书, 近年则专修敬业。 这有敬业纲要, 范网经及一句解等。 P6940 林赵, 一堂代湘州旁运居士之女。 旁居士与陆卷上, 万续一二零三一下, 居士将入灭, 为林赵曰, 是日早晚, 即五以报, 赵据报, 日以终矣。 而有时也, 是出户官赐, 召集登副作, 和掌作王。 士孝曰, 我女封皆矣。 后人亦以灵照一名转用为女儿之代称。 佛祖统计卷四十二, 八百七十, 九百四十七, 五代高利森。 游敏, 福建, 岳, 浙江, 参礼雪峰一存, 四祈法。 师田旦自持, 居为伊纳, 福秦仲物, 敏中称之为, 赵布纳。 立住于雾州旗云山, 岳州敬清院, 报祠院, 禅仲云吉。 后中宪王前世于杭州建龙华寺, 供奉金华赋大士之灵谷, 士师助持。 天福十二年世纪, 士寿七十八。 士号, 珍爵大师。 祖堂吉卷十一, 景德传登陆卷十八, 连登会要卷二十四, 批六千九百四十。 林巡, 后卫僧。 身足年不祥。 于阳, 位于河北, 人, 俗姓赋。 少年入道, 严学成十论及涅槃经。 博览群吉, 文彼华美, 功于书画。 曾游历燕, 赵等帝, 教化四方。 初位国都, 后位末年位并周森统。 北齐初年世纪, 士寿六十九。 这有诚实论注释, 维摩经书记等。 旭高森传卷八, 批六千九百四十。 灵象, 雕刻或绘画佛菩萨, 迦兰神等形象, 以其具有灵验之真, 故称为灵象。 世门归境以卷上, 大四五, 八五九下, 地为形具, 但见成从, 举目成经, 无非灵象, 批六千九百四十。 灵梦, 只不可思议之梦。 一般民间相信梦乃诸天, 神佛等与人之遇事, 一级, 胸, 正, 逆之梦照, 可占卜现实之级胸, 故不论梦中出现者为神佛或祖先, 唐梦境与日后实际状况相符, 则称之为灵梦。 对此, 小臣说一切有不只为时有, 大臣则斥未望见。 佛典中有关灵梦之技术甚多, 如修行本起经卷上,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等计载世尊脱胎时白相之灵梦, 大品班若经卷十八, 班周三昧经卷上等一有梦中关键阿弥陀佛而受感应者。 此外, 中、 日高僧传中有关灵梦之故事一极多。 大制度论卷六, 参阅, 梦, 五千七百七十四, 梦经, 五千七百七十八, 批六千九百四十。 灵魂, 一般被认为是人类生活之要素, 能主宰人类之知觉与活动。 据近代考古学家, 人类学家之研究, 推测距今二万五千年至五万年前之人类, 已具有灵魂之观念, 或人死后灵魂继续生活之观念。 然大抵而言, 原始人所具有的简单古朴之灵魂观念, 往往含有强烈的物质性格。 直至宗教, 哲学见次发达之后, 人类之灵魂观始趋向非物质化之, 精神统一体。 例如某些宗教, 哲学相信灵魂可以独存于肉体死亡以后, 进而视之为不朽的精神实体。 盖承认灵魂存在, 虽为许多宗教、哲学、社会学所主张, 然论及其特质、本源、究极, 则有极大之分也。 有主张其与精神或心意等同意者, 如灵魂生活、 soul、life、抑郁、 待与精神生活、 心意生活等义无有分别。 而主张灵魂说, soul theory, 者,若自其所说之身, 心关系而言, 则立足于二元论, 若自精神之体, 用关系而言, 则立足于实体论。 近视哲学出现现象论、 现实论、 唯物论等学说, 则大抵反对灵魂存在而否定其为实有。 佛教本不说灵魂二元观, 灵魂不灭论等。 应是尊对灵魂与肉体之同意并不予以作答, 即无计, 亦即否定灵魂与肉体可截然化分为二之想法。 佛教系由实践之主体而重视心的存在, 此一存在论, 系彻底立于心, 物二者相关之立场, 并不一方为不灭之实体, 另一方为生灭之假乡, 而为心, 物二者皆空, 无自信可得。 而当轮回转身之说被佛教采纳后, 有关轮回主体问题群, 越引起佛教史上之重大论, 如南北朝时之, 神灭不灭论真, 等, 其结果则致使轮回主体呈现出一种犹如灵魂之色彩。 参阅, 神灭不灭论真, 4257, P6941。 林乔, 唐代红州宗森, 籍贯, 生族年军不祥, 寿马祖道一应可, 后隐居于古山福建敏县, 前沿, 及经古山白云丰山路之永泉子, 传该一元戏生坛, 内有独龙, 为害居民, 唐建中四年, 783, 俊从事陪咒请施制服施于安盼宋华阴, 龙岁离去。 众生感施之德, 旧谈指建寺, 吟施助兮, 帝赤寺, 华炎, 知匾额, 称为华炎寺, 大红法化, 后不知所终。 增定佛祖道引卷, 虚云, P6941, 灵论, 唐代森, 和东于清, 山西永济, 仁, 俗性良, 生, 足年不祥, 少从大兴善四林灿出家。 后听道壮奖设大臣论, 受据足解。 大业元年六百五, 忽然宫及乃身燕俗归贤之心, 遂往玉山席投驼行。 大业中, 以阳帝敬森离寺之令, 反大兴善四西院, 蒋涅盘等经。 十年, 奉赵入红卢管教授三寒僧图。 不久乱起, 走壁蓝田之话赶寺, 潜影十五年。 贞观八年, 六百三十四, 赤入红福寺任一席正义, 翻译新典。 后有他僧因是奉赤还俗, 师及诸大德联名求免, 帝怒, 贬于难义之地。 魏己, 赴兆还红福寺, 后不知所终。 师前后讲涅盘经七十余辩, 赦大成论三十余辩, 并各着友谊书等。 旭高森传卷十五, 批六千九百四十二。 灵末, 七百四十七, 八百一十八, 唐代禅僧。 江苏毕临人, 俗姓轩。 参马祖道夷的气玄机。 出家受巨族解。 后又参石头西迁, 或燃醒雾, 随任逝者二十年。 真元初年, 七百八十五, 驻天台山白沙道场, 二年后, 驻浦阳, 后夷驻乌州, 浙江, 五谢山, 四方学众云集。 元和十三年世纪, 世寿七十二, 法腊四十一。 至贤魏传碑文。 宋高森传卷十, 祖堂吉卷十五, 景德传登陆卷七, 批六千九百四十二。 林灿, 五百四十九, 六百一十八, 随戴森。 淮州, 河南, 人。 性情平易, 人乐清静。 诗世敬影寺惠远, 经通涅盘经, 诗的经论。 后从惠远入长安, 驻大新善寺。 惠远世纪后, 开皇十七年, 五百九十七, 任武众众主, 于静影寺大弘佛法, 其重不减, 何何如前。 人寿年间, 师奉赤护诵佛设立于淮州长寿寺, 有各种瑞相视线。 人寿末年, 赋于慧远出身的则周谷贤谷之井静寺其他, 并将佛设立供奉于此。 晚年止住大禅定寺, 亦宁二年世纪, 世寿七十余。 旭高僧传卷时, 批六千九百四十二。 灵影山, 位于浙江杭州西湖畔。 又称武灵山, 灵院, 先居。 为我国佛教武山之一。 据环宇记载, 许游, 革虹等名士阶层隐居于此山之溪。 有北高峰, 为灵影最高处, 与南高峰相列, 号称, 双峰插云, 为西湖石井之一。 山路有灵影寺, 为著名之古沙。 批六千九百四十二。 灵影寺, 位于浙江杭州西湖灵影山路飞来风前。 又称灵鹫寺。 东晋贤河元年, 三百二十六, 印度沙门会礼至此, 见飞来风, 探约, 大四九, 三三九下, 此天竹灵就封一小灵, 不知何年飞来。 佛在世日, 多位仙灵所隐。 碎面山见寺, 明灵影。 唐大历六年, 七百七十一, 曾修整, 会昌年中四会。 五代吴月中一王重建, 全寺有九楼十八格, 七十三殿, 房舍一千三百余间, 僧众三千人, 集圣一时。 宋景德四年, 一千零七, 改称景德林隐禅寺。 见颜末年, 毁于胡乱, 少新年中始得复旧, 会远禅师主障习, 教化大行。 原至正十九年, 一千三百五十九, 会。 明洪五年间再见, 改经名。 清康熙年间, 四名云林禅寺, 而民间人称九名。 该寺自创建以来, 历一千六百余年, 曾十四度因兵乱, 天灾而遭摧毁, 今日所见大底位竟是重建。 大雄宝殿前两座八角九层石塔, 天王殿前两座石金状, 皆五代吴月国时之遗物。 四前飞来封严十人曾祈秀, 终多洞窟。 山崖壁及石洞内外有五代及宋, 原之时刻佛像三三八尊, 终以原代造像最多, 又因原代造像之人信奉喇玛教, 故多做密宗佛像。 宋高僧传卷十四、卷十五, 佛祖统计卷二十六、卷三十六, 大明义统治卷三十八, 古经图书及成神义点第110, 山川点第105, 批六千九百四十二。 灵葬,五百一十九,五百八十六, 隋代僧。 雍州,陕西长安, 仁,俗姓王。 少一尹律师出家。 文帝赤柱经师大兴善寺, 与文帝未不一之交。 帝长守赤约, 大五陵,六一陵中, 弟子是俗人天子, 律师未道人天子, 有乐离俗者, 任师度之, 由事前后度人达数万之多。 开皇六年世纪, 世寿六十八。 旭高僧传卷二十一, 批六千九百四十三。 灵步,即记载每日礼拜之佛菩萨及王者明之不测。 又撑过去账, 灵明步, 灵会步, 这鬼步, 鬼步, 长月祭, 殿香路。 出唐戒禅师奉天子命, 将一月之三十日每日配一佛名, 朔日以定光佛为首, 会日以释迦如来为中, 每日礼拜佛菩萨名, 为修人天之福报。 后世之灵部记载每日佛名, 即依此而来。 批六千九百四十三。 灵觉, 为众生本具灵妙觉悟之佛性, 或止灵妙不可思议之智慧, 又众生本具之佛性与佛之智慧无异, 称为灵觉不二。 批六千九百四十三。 灵辩, 四百七十七五百二十二, 北魏森 太原静阳, 位于山西, 人 自幼出家, 常读大陈经, 有著是华严经之志。 后入五台山清凉寺, 于西平原年, 五百一十六, 起草华严论, 一年一著玄对山松严寺, 神归三年, 五百二十, 完成华严论一百卷, 前后费十五年。 孝明帝常照入大内讲述大品般若等经论。 正光三年于荣厥四世纪, 世寿四十六。 所者华严论, 经仅存如来光明绝品之事第十卷。 华严经传记卷一大方广佛华严经感应传, 古清凉传卷上, P6943。 临延山寺, 位于江苏无县。 相传系东近末年, 司空路完娟宅地改建而成。 于两五帝天间年间, 五百零二, 五百一十九, 将之扩充未秀丰寺。 据传为大哀经, 主法护义, 中所述之至基菩萨印化之道场。 唐玄宗天宝年间, 七百四十二, 七百五十五, 天台宗中心之祖道尊曾在此的修法华三昧。 送出, 一度为律宗寺院, 元丰年间, 一千零七十八, 一千零八十五, 改为禅院。 寺内有一座九层塔, 据传系宋太平新国年间, 九百七十六, 九百八十三, 孙晨佑所建。 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 一千六百, 下, 其木造部分因雷击而焚毁, 陷阱存砖砌塔身。 清闲封十年, 一千八百六十, 由于太平天国之冰火, 寺内建筑, 除九层塔外, 大半焚毁。 宣统三年, 一千九百一十一, 珍达住持本寺, 与庙珍协力大举复新唐舍, 殿宇建全, 越位江南明察。 民国二十年, 一千九百三十一, 中日战争后, 我国当代净土宗高森映光大师常驻于本寺, 更于二十六年东定居于此, 远近资宿一时未及。 映光参照百丈清规以来各类从灵规约, 制定灵岩山寺共筑规约, 念佛堂规约, 僧侄规约等各项修行念佛之严格规定, 而使本寺成为我国第一座严禁奖金, 传戒, 传法, 收图, 经颤等事, 而专修称明念佛之敬业从灵。 二十九年, 映光世纪于此, 涂皮后的五色色力, 奉至寺中。 经有应公纪念堂。 中共占据大陆后, 本寺以妙真卫助持, 仍为持应光守定规约与念佛修行, 不设世事之形态。 中国佛教发展史, 中村元, P6944。 灵岩寺, 位于山东长青县东南方山之下。 北魏正光年间, 法定创建。 其帝本魏后照佛图成立西藏涌出清泉之处, 亦为天竺森朗说法之故旨。 随开皇年间, 会萧来此, 修行席业, 魏酒, 奉文帝之命, 新建华阳王嘉兰, 寺运大兴, 道阴, 道便皆曾助此。 唐初, 会重将寺玉西移, 并移建千佛殿, 天保年间又天见辟之佛塔。 圆和年间, 道见节如于此。 宋景德年间, 赤赐, 景德灵岩寺, 之鹅, 布施田园。 景佑年间更创建五花殿, 今已布存, 扩建千佛殿。 嘉佑年间重修辟之佛塔, 立千佛殿祭碑, 四观一新, 悉宁三年, 一千零七十, 改为十方丛林。 宇润周七辖寺, 台周国清寺, 经周玉泉寺, 共称天下四绝。 佛祖统计卷三十九, 泰山至卷十五至卷十八, 山东通智卷二十, 古字图书集成神义典地一零八, 山川典地十三, 第十五, 第十七, 批六千九百四十五。 灵印为灵妖不可思议之笑宴, 又作灵印, 灵感, 为宴, 略称宴, 即祈求诸佛菩萨, 或由于受持读诵经典, 而获得可思议之宴。 如高森法显传载, 习时, 阿玉王于佛所化至宝阶上起金舍, 金舍后立石柱, 柱上座狮子。 有外道师与一沙门护正柱处, 沙门里驱, 于是共立誓言为, 若是沙门柱柱, 当有夜, 其诸柱头狮子乃大名后而显现灵验, 未到遂浮腾, 未却, 其他各种显密经典中一常见佛菩萨或金刚等诸尊显现灵验之事迹。 大日经书卷九, 大三九, 六七九中, 是金刚者, 大力威猛所不敢隐蔽, 为此尊有灵验故, 所作善事皆臣, 此外, 即录灵验之书, 称为感应传, 灵验记, 于蓝盆经书卷下, 景德传灯录卷十八, P6945。 灵验记, 细记述有观神佛灵妙, 应验立意势力之书集, 又称宴记, 感应传。 佛教之灵验记, 鉴于静代之小说类者, 如网眼之详, 余宝之搜神帝等, 唐代道宣之即神舟三宝感通路三卷, 宋代飞酌之三宝感应要略路三卷, 皆属之专指某一经之灵验记, 则有唐代断成世之金刚金鸠一卷, 宋代宗小之法华金鲜印路二卷, 明代诸宏之华严金感应略记一卷等。 P6945。 灵旧山, 亦灵旧, 泛名Jedrake, 巴黎明Gitra, KA, 因一起舍绝, 位于中印度摩基陀国王舍城东北, 简称灵山, 或称旧风, 灵月, 山行四旧头, 又以山中多旧, 故名, 如来长江法华等大臣经于此, 遂成为佛教圣地。 我国诸山之号称灵旧或灵山者, 皆言习其名。 如福建福清之北有旧风, 浙江航县之飞来风一名灵旧山等。 参阅, 骑蛇绝山, 四千两百八十七, 二位于山西省五台山中台之东南。 又称菩萨鼎, 丰有真荣愿, 皇教喇玛扎萨克居词。 参阅, 五台山, 一千一百九十二, 批六千九百四十五。 灵旧四, 一位于山西五台山灵旧风下。 东汉明帝时所见。 北魏孝文帝时至十二院, 一名为花园寺。 唐代重建, 其庄严红厂, 被于旧时, 改称大华严寺。 代后辽, 金, 元, 明, 君曾重修, 明万历年中, 赴根明为显通寺, 为五台山之最大丛林, 五台僧关注西其中, 故称首寺。 寺中有无量殿, 其顶无粮, 亦称无粮殿, 又有铜殿, 金铜造成, 殿前有铜塔五座, 仿五台山, 分至东, 西, 南, 北, 中。 二位于杭州西湖测, 又称林颖寺。 参阅, 林颖寺, 6942, P6946。 林颖寺, 义堂代森, 为黄渤西运之法寺, 祝福周乌石山, 身足年不祥, 师姓喜独处, 仍罕见之, 仅有一姓氏依食宫时, 师义仅于此时时开户, 事称老官和尚, 师友, 老官庇护, 之公案传世, 内容戏师与雪峰禅师兼之机缘对话。 禅院蒙求卷上, 万绪148, 108下, 林官禅师寻常供护, 仍罕见之, 唯一姓氏美智时时送公方开。 一日, 雪峰四遍叩门, 师开门, 封莫凶走住, 曰, 是凡, 是甚。 师拓曰, 这也胡经, 便推出, 碧阙门。 封曰, 也致要使老兄。 由此公案中, 显示师些指一切问答等严权思辨之脱俗风格。 景德传登陆卷十二、二、一千四百八十五、一千五百七十一,李氏朝鲜时代森。 岭南静州, 岭南静州, 庆上南道, 人, 好隐安, 又称连传道人, 所居之处称福荣堂。 十七岁出家于德义山, 游学教禅, 兼通老庄百家之学, 于金刚山弥勒风内院末坐九年而醒悟。 其后参业至义山之碧松至岩, 并似其法。 至岩世纪后, 乃代之领众, 畏畏领胡以南之大宗师。 宣祖四年世纪, 世寿八十七。 门人有西山修静, 伏修善修, 李朝中其以将之朝显禅教, 大半出于彼等之法系。 芙蓉堂行姬, 收于修静之清虚堂籍, 朝显佛教通史中边, 李能和, 李朝佛教, 高桥亨, 朝显禅教史, 呼华谷快天, P6946。 阎山拔队和尚语录, 樊六卷。 日本灵纪宗森拔队得胜, 一千三百二十六, 一千三百八十七, 传, 明道边。 收于大阵藏第八十册。 右座阎山向月拔队和尚语录, 拔队禅诗语录, 拔队录, 汇光大圆禅诗语录, 阎山录。 吉录, 阎山和泥河水吉, 未收录之粘香佛式, 小佛式, 丙句, 掩土佛式, 法语, 寄送, 贞赞, 问答, 垂世, 遗界, 行路等。 批六千九百四十七。 阎天, 泛明歪魔, 六玉天之一。 又座夜魔天, 眼魔天。 异亦座妙善天, 善时分天。 吉玉界之第三种天。 天王明目修楼驼。 道横班若经卷二, 正法念处经卷三十六, 可弘亦一卷一, 参月, 夜魔天, 三千一百三十二, 批六千九百四十七。 阎星, 西藏语论, 赤佛埃森斯。 六十星之一。 只反复推求一朵思念之星, 四地增长无穷。 即比喻人心一旦涌起思念, 则更增思念, 犹如言之性贤, 凡入言之处, 皆增贤味。 大日经卷一大一八, 三上, 云和言心。 为所思念, 比赴增加思念。 于密宗, 以专心安住于阿字不深之理, 为对治言心之法。 批六千九百四十七。 盐水佛, 据西藏心志载, 达赖及尊贵之僧世纪, 脸师关内, 塞之以言, 盐水漏于关底, 则以黄土合之, 做小佛像, 称为盐水佛。 此最为贵重, 为德之圣间, 得者皆是为传家之宝。 批六千九百四十七。 阎山向月拔队和尚语录, 请参阅阎山拔队和尚语录。 阎山路, 请参阅阎山拔队和尚语录。 阎官 八百四十二, 唐代森 及杭州延关县正国海昌苑之旗安禅师。 海门郡, 位于江苏, 人, 俗姓里。 生时神光照世。 少一本郡云从出家, 并从南越至严寿剧足解。 后文马祖道一行化于公公山, 乃网参矣。 道一箭而弃之, 密室正法。 元和末年, 八百二十寝, 游越州、浙江、 萧山法勒寺、 法兴等严请任首作, 道化大行。 后驻郑国海昌苑, 慧昌二年世纪。 宣宗赤士, 悟空大师。 卢俭囚传塔明。 宋高森传卷十一, 祖堂集卷十五, 景德传登陆卷七, 批六千九百四十七。 阎官西善, 禅宗公案明。 右座阎官西牛善子, 阎官所善。 为唐代马祖道一支法四阎官其安与世者问答之公案。 从荣录第二十五则, 大四八, 二四三中, 阎官一日患世者, 与我过犀牛善子来, 者云, 善子破也, 官云, 善子即破, 还我犀牛而来, 者无对。 资幅化一元香, 于中书以牛字。 此公案中, 阎官甲托犀牛善子, 以表现宗门向上之势。 资幅于空中化一元香, 赋于其中书以牛字, 其意盖为此犀牛善子系指宇宙之实体, 而非指食物之善。 此外, 闭言录第九十一则举此则公案时, 于, 者无对, 一语之下, 另举出头子, 石双, 姿福, 宝福等诸师所加之, 待语。 景德传灯录卷七言官齐安章, 五灯会员卷三言官章, 批六千九百四十八。 言香, 言为本贤而无香, 以此比喻有名无实或现实中全然不存在之事物。 其意同于, 龟毛, 兔角, 皆为凡夫对使我, 使法之妄之。 陈识论卷二, 大三二, 二五六上, 世间世中, 兔角, 龟毛, 蛇足, 言香, 丰色等, 是名无, 批六千九百四十八。 官不思义净, 不思义净, 指所官之净。 官不思义净, 为官无人献前之一念望心及具足三千诸法, 此因望之心及空, 及甲, 及中, 为三地不思义之妙净。 即天台宗所历时圣官法之第一。 又作官不可思义净, 分别不思义净, 善时不思义净。 或作性解正因缘, 性正因缘, 善时不思义因缘。 凡欲修官行, 必先定所官之净, 然万法净距三千三地, 互为荣赦, 无因果, 迷雾之别, 依依皆为不思义之妙地。 故虽悉以为所官之净, 而因万法为心, 故特以献前之一念望心为所官之净。 上根之人修此依法, 自具实净实观, 得登出驻真因之位。 而中, 下根之人由不能尽其行, 故更令修实圣观法中第二以下之观行。 磨合纸观卷五上, 四教一卷十一, 参阅, 十圣观法, 四百六十三, 批六千九百四十九。 观星, 为观照己心以明星之本性。 天台宗特别常用, 观星, 一词, 如一心三观, 一念三千等皆是有观用语。 修一心三观即于自己一念望心之上, 观其为假, 为空, 为中。 观察之对象有心, 佛, 众生, 其中, 自观己心为最容易, 且为最要, 因心为一切事物之根本, 亦为迷惘之根本, 故强调应观自心之本性。 妙法莲华经玄一卷二上, 大三三, 六九六上, 前所明法, 起得一心。 但众生法太广, 佛法太高, 于初学为难。 然心, 佛及众生, 是三无差别者, 但自观己心则未易。 法华玄一世千卷七上, 磨合旨观卷五上, 旨观浮行传红绝卷五之三, 批六千九百四十九。 观星二百问, 全一卷。 全称法治一边观星二百问。 宋代之礼数, 即中所及。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六册。 赵宋时代, 阴天台至以金光明金悬一广略二本之真伪问题, 引发山家, 山外两派长达七年之论战。 至景德三年, 一千零六, 之礼及前后十度往返之文书而传, 十亿书。 一年, 庆昭一传, 达十亿书, 以对抗之, 之礼遂传此书, 以十亿书之十科为基础, 设一九八条之劫难而返劫之, 使此一论战告一终结。 前后七年之论从, 现仅存十亿书及本书二部, 故成为研究宋代天台宗之重要著作。 批六千九百四十九 观星本尊超, 权义卷 权称如来灭后五五百岁时观星本尊超, 略称本尊超, 观星超 日僧日连作, 一千两百七十三 收于大阵藏第八十四册 日本日连宗最重要之盛典, 为其三大部, 五大部中最要者。 本书重要之论典有如下述说, 十届护聚之本体论之说明, 信心成佛之宗教体验之提示, 主客觉呆之本佛本尊之奠定, 法华经之末法未正论, 开显统一一切宗教之本法三段之教叛论, 本音下种论, 一言扶提之正中基本大日本国之提倡。 其著是书有日常之本尊超见闻, 日辉之本尊超略要等多种。 批六千九百四十九 观星悬书, 全译卷 宋代森永明言寿, 九百零四, 九百七十五, 者, 收于万序藏第一一四册, 细言寿由禅宗之立场论述佛教之观星选址, 为无人若欲脱禁父, 习分别, 具足形师与持戒等之六波罗密, 护持正法, 明法乡, 勒四弟, 明三藏, 将四魔, 便静染等, 皆需由观星之法而得成就, 若不观星, 则一切错乱颠倒, 如九十六种外道。 卷墨复四六排偶之计, 书发愿升为新净土之念。 本书继承天台等观星系之思想, 援引诸经典中有关观星之文, 产明, 星级大臣, 星级佛性, 星社诸教, 等观星之要义, 批六千九百五十。 观星使法, 全义卷, 又称观使法, 随代至乙述, 收于万续藏第九十九册。 本书教人以观法寿时, 成为班若时, 显明空, 假, 中三观中道之指去, 并引尽明所言, 万续九九, 五五上, 非有烦恼, 非离烦恼, 非入定义, 非起定义, 是明使法, 未指去。 天台教学史第四章, 会月, 批六千九百五十。 观星抄, 请参阅观星本尊抄。 观星诵经法纪, 全义卷, 又称观星诵经纪。 随代至乙说, 唐代占然术, 收于万续藏第九十九的。 本书乃宣说诵经虚深, 口, 亦三叶清静, 配合空, 假, 中三观而运词, 非二法, 已驱入第一亿空位止去。 天台教学史第三章, 会月, 批六千九百五十。 观星诵经纪, 请参阅观星诵经法纪。 观星论, 一拳一卷, 又作破相论, 传系梁代菩提达摩传, 有唐代神秀传之说, 收于大正藏八十五册。 内容说观星之法, 以观星义法总设诸法, 最为简要。 本书为禅门搓药卷上观星论, 达摩大师观星论, 是六门集破相论之一本。 二拳一卷, 随代至以述, 又称奸如论,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六册。 细以观星未语, 禅论四种三昧。 书凡三十六记, 分位十章, 一, 明教理原妙不可说, 二, 明不可堕礼教而弥见, 思二或, 三, 明由物理之浅身而分四交, 四, 明四种三昧之方鬼而寻教理, 五, 明二十五方言, 六, 明诸进杂法不同, 七, 观一进而随顺时盛官法, 八, 明十法官成吉能证诸的诸位, 九, 明化他起用之不同, 十, 明自行化他之法门。 P6950 观星论书, 樊五卷, 随代灌顶术, 至越极转,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六册, 魏天台大师致以观星论之著誓书, 意系依据摩合止观思想而显发观星论主旨之明著, 内容先作观星论序, 正, 流通之分科, 序文之说明及战卷一及卷二之一半, 以下全部为正说分之说明, 记十章, 阐述四种三昧, 二十五方辩, 十种境界, 一心三智, 十法成成, 破法辩, 不起顺道法爱等, 最后已解释六集一作节。 P6950 观星绝梦超, 樊三卷, 略称绝梦超, 日本良辩者, 收于大正藏第七十一册, 为时之入门书, 所谓观星, 即观一切外在事物与心分离之后, 即不存在, 基于此为时之观星, 可使人自迷梦中觉悟真理, 故称绝梦。 本书内容分为十三章, 论事法相较义, 以及详论心与外界事物间之关系, 并阐明因为时之理而获得开悟。 此书乃良辩融合为时与其他大臣教理所写成者。 P6951 观星世, 系天台制已是法华经之文句所用四种事例之一, 即已如来所说之法义, 为观星之对境, 由观己心之声广而入十相之庙里。 称为观星世, 法华经文句卷一上, 大三四、三下、观星世者、观前西谈教等诸如是义, 西世因缘生法, 即通关也, 因缘即空即假者, 别观也, 二观未方便到, 得入中道第一义。 法华经科著卷一, 参阅, 四种事义, 1824, P6951 观星世华严经题, 华严经之全名位, 大放广佛华严经, 据华严经书卷三载, 以义心法界分别解释华严经题七字, 列举如下, 一, 大是心体, 大, 即常, 之义, 体, 即心体。 为此心体涵容法界, 称性周, 平等广博, 无有变迁, 且无边际, 故称大是心体。 二, 方是心相, 方, 即方法, 相, 即鬼池。 为无边法相, 横杀性德, 皆由一心鬼池含舍, 故称方是心相。 三, 广是心用, 广, 即广博, 用, 即业用。 为心之业用, 广博无忌, 能生出万法而应用无尽, 故称广是心用。 四, 佛是心果, 佛, 即觉者, 果, 即菩提果。 为离诸烦恼, 绝了万法, 具一切智, 而得无上菩提, 乃正的自心之菩提果, 此果非从外的, 故称佛是心果。 五, 华是心因, 华, 即辟欲功德万行, 因, 即行。 为种种万行之因华, 皆为心之开绝, 故称华是心因。 六, 言是心功, 言, 即庄严, 功, 即功用。 为以万行因华, 庄严法生果体, 皆为一心运用之功, 故称言是心功。 七, 经是心教, 经, 即能全知言教, 教, 即言量。 为于一文一句, 诸法众理, 能行不圆容, 皆为心之全量该通, 故称经是心教。 P6951 观世音信仰, 指以观世音菩萨为重奉对象之宗教信仰。 据法华经普门品之技术, 当众生遭遇困难之时, 只要诵念其名号, 观世音菩萨及时观其因身, 前往拯救。 观世音菩萨于二十五圣众之中, 而根源通最为殊胜, 与我国观世音信仰一级普及。 我国最早有观观世音信仰之一经, 始于三国五五奉二年, 255, 之将梁皆亦法华三昧经卷, 以亦, 西晋竹法亦亦于汤七年, 286, 亦正法华经光世音菩萨品, 周摩罗时于摇晴红十八年, 406, 亦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菩萨品, 随待仁寿元年, 601, 蛇纳绝多达摩及多共益天品法华经普门品寄送, 流动时谈无解义观世音菩萨受寄经。 随着广说观世音菩萨功德之法华经信仰的普及, 观世音信仰一深入民间。 除法华经以外, 曹魏家平四年, 252, 康僧凯义无量诗经, 良耶舍义观无量寿经, 佛陀拔陀罗亦华言经入法戒品, 皆产说观世音之利益。 东基竹难提议请观世音菩萨消福读害陀罗尼咒经, 北周耶舍绝多意识一念观世音神咒经, 谈说畅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之福德与灵验。 此外上有班若波罗密多心经之广传民间。 因此等经典之翻译, 致使观世音信仰广位发展, 顺应此风潮, 鼓吹观世音信仰之以为经典岁大量产生。 如高王观世音经, 观世音十大愿经, 观世音永突身经, 观世音菩萨往生净土本缘经, 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 观世音菩萨救苦经, 观世音所说行法经, 观世音三昧经等。 其中高王观世音经又称谓小观音。 宋代副量, 374、426, 依据东晋谢夫所者之观世音应验传, 传世音应验纪, 宋章演, 五世纪前半, 传续光世音应验纪, 其之路稿, 459、532, 传续观世音应验纪。 由此可知西近末期至六朝时代, 观世音信仰在我国社会盛行之状况。 随代致以针对法华经浦门品, 这观音玄义二卷, 观音义书二卷, 又针对请观世音菩萨消福独害陀罗尼咒经, 传请观音经书一卷, 请观音颤法一边。 至以另一方面积极地引用观音三昧经等为经之说, 明是观音信仰之安解, 而后世解是普门品之典范。 知力者观音玄义祭四卷, 观音义书祭四卷, 为至以知书添加祭诵, 并予以注释。 唐代宝思维义有观世音菩萨如意摩尼陀罗尼经义卷, 陀罗尼念诵法卷, 时差南陀意义有观世音菩萨秘密如意伦陀罗尼神咒经义卷。 唐中其以后密教圣行, 观世音信仰义有不同的发展。 唐末五代时, 日僧会二字五台山的观音像, 安置于周山群岛朝音洞, 创建观音院, 称之为补陀山, 为观世音菩萨之圣地。 据传篇幅不常之高王观世音经, 为增加篇幅, 而有杂咒见杂于其中, 于佛祖统计成立时, 以成为伟杂之文流行于民间, 燃其诵经之灵验, 该书作者智盘则深信不疑, 明代云七诸宏曾极力非难高王观世音经, 然而明清以来, 由于受此经之影响, 观世音信仰于民间月行深入。 清代以后, 观世音菩萨更以送子观音之形象出现, 至信仰之范围月行扩展。 清代红赞者观音磁灵集三卷, 顺至十六年, 一千六百五十九, 周克覆者观音经池燕纪二卷, 内载灵验世纪一一八则, 卷末并附有观世音大悲星陀罗尼, 白衣大悲五印星陀罗尼经, 理观英文, 辩额与三则。 由于观世音信仰普及, 非但易经及论注及多, 关于观世音之造相亦多不甚属, 由于北魏之后, 造相之风亦甚, 经大同、龙门、 驼山石窟等上存有一品甚多。 随唐以来, 受密教圣行之影响, 遂造有时一面, 牵手, 如一轮, 不空锁, 准体等诸种观世音像, 又基于笃性者之感应, 腹腺隔离, 马郎腹, 水月, 鱼蓝等像。 经敦煌千佛洞内之菩萨像太半阶系观世音像。 除经论, 造相之外, 以观世音为主要重奉对象, 或观上, 观音, 名称之四愿意不甚美举, 以本省为例, 据流之万之论文, 清代台湾之寺庙, 所在, 清代台湾境内所建佛教寺院约一零二座, 其中以, 观音, 卫寺, 宫, 宫, 庭, 庭之名称者, 约五十五座以上, 由此可建当时台湾观世音信仰之圣行。 又日本古来义圣行观世音信仰, 据福桑略记卷三载, 推古天皇, 五百九十二, 六百二十八在位, 赤克省水乡目之观世音像, 圣德太子义与法龙四孟殿及四天王四经堂安置旧式观世音像, 奈良朝之圣五天皇及光明皇后亦笃信佛教, 于诸国建立国分尼寺, 安置观世音像, 且为皇太子之并祈愿, 造观世音像一七七尊, 写观音经一七七卷, 又于各地陆续造不空所观音, 千首观音, 十一面观音等, 平安朝之观世音信仰一级普及。 历代观世音像之雕刻, 绘画真品极多, 现今列位国宝者, 达四百五十种之多。 此外, 关于观世音灵验之术作义多, 有, 观音感通传, 观音新雁录, 长谷四元起, 观音妙印仪, 准提观音念诵灵验记图位, 准提菩萨念诵灵验记, 洛阳观音灵验真超等。 由此可见观世音信仰于国及日本之盛行, 然中国观世音信仰由于混入密教而异形复杂, 后更与道教结合, 发展出, 娘娘妙, 知信仰, 民间信仰, 足以观世音为女神, 家以崇拜, 日九岁与道教之娘神, 信仰混合, 而有, 观音娘娘, 知识。 大制度论卷二十六, 卷三十, 卷三十四, 于家之的论卷七, 大日经义卷四, 法经录卷三, 翻译明义集卷二, 诸说不同计卷二, 卷三, 卷五, 卷七, 批六千九百五十一, 观世音持宴祭, 千月观音持宴祭,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 泛名Bavalo Kipvara, 音译阿弗卢指迪施法罗, 以慈悲祭众生为本愿无萨, 幼座光世音菩萨, 观自在菩萨, 观世自在菩萨, 观世音自在菩萨, 现音声菩萨, 窥音菩萨, 略称音菩萨, 别称幼士菩萨, 莲华守菩萨, 圆通大士, 另一泛名为Rivalo Kipvara, 音译阿利耶巴鲁指迪朔法罗, 被圣观世音之义, 是至 菩萨同位西方极乐世界阿陀佛之邪, 是称西方三审, 凡遇难众生送念其名号, 菩萨及时观其音声前往拯救, 故称观世音菩萨, 又应其与理事无碍之境, 观达自在, 故称观自在菩萨。 法华经卷七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详说此菩萨于娑婆世界利益众生之事, 为受苦众生一心称名, 观世音菩萨及时观其音声, 令的解脱, 若有所求, 亦皆令的, 又能试现佛身, 比丘身, 幽婆赛身, 天身, 夜叉身等, 以涉化众生。 关于观世音菩萨之住处, 据新华言经卷六十八载, 此菩萨驻南海捕陀洛洛山, 故其驻驻及待此娑婆世界。 而在大阿弥陀经卷上, 无量寿经卷下, 观世音寿迹经中, 以此菩萨为阿弥陀佛之邪式, 常驻西方极乐世界辅施教化, 即以西方净土为此菩萨之本住处。 密教义以此菩萨为阿弥陀佛之邪式, 并为此菩萨与阿弥陀佛缘为因果之意, 寻其本觉即为无量寿佛, 但由本事故事献大悲菩萨行。 密教父安利此菩萨于胎藏界曼陀罗, 中台八叶院、观音院、辩知院、 释迦院、文书院、虚空藏院、 苏西地院等诸院中, 其形象、持物等各异。 然一切功德庄严王经, 清静观世音普贤陀罗尼经等, 则以观世音为释迦之邪式。 关于观世音菩萨之形象, 因其印化无方, 故相状异颇多, 而以二臂之正观应为其本形, 与者皆其世现神便自在之利用, 有一手、三手、五手, 乃至千手、万手、 八万四千朔加罗首, 有二臂、四臂,乃至万臂, 八万四千亩陀罗臂, 有二目、三目,乃至八万四千清静宝目。 其画像有千手千眼, 十一面、准题, 如一轮、 不空锁、清静、 相亡、 阿摩等, 亦皆有个别之仪归。 又不空锁神便真言经举出四面大碑观音, 除八南仙观音, 波拿木驱观音, 大范生香观音, 根本莲华顶观音, 广大明王央巨舍观音等。 此外, 摩赫纸观卷二上矩有六观音, 诸尊真言巨一超皆是十五观音, 又有二十五观音, 三十三观音等, 其中, 部分非基于经轨而来, 而细致后世混合中国及日本之民俗信仰所产生。 观世音之信仰使自印度、西域, 后传至中国内地、西藏、南海、日本等地, 故有关观世音之记载甚多。 西藏信仰观世音由圣, 代代之达赖喇玛皆称为 其化身, 且其真言, 六字大明咒, 至今上广传于该地。 自西进竹主法护之政法华经一出后, 中国内地义大新观世音之信仰, 有关著作义颇多。 自北魏以后, 造观世音像之风义圣, 经大同、 龙门、 陀山等地存有乙品甚多。 随唐以后, 随着密教之传入, 诸种观世音像亦被造立, 如敦煌千佛动之菩萨像, 观世音像集居大伴。 又以原位孙靖德之高王观音经卫史, 观世音菩萨旧苦经, 观世音十大愿经, 观世音三昧经等诸经亦陆续出现。 相传其显灵说法制道场在我国浙江普陀山。 据称其生日为英历2月19日, 出家日为9月19日, 承道日为6月19日。 旧华盐经卷51, 班若波罗密多心经, 大佛顶首轮盐经卷6, 大宝基经卷82, 卷100, 悲华经卷3, 仁日经卷一句原品, 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 金刚恐怖及慧方广诡异观自在菩萨三世最盛新明王经, 陀罗尼及经卷5, 大制度论卷26, 卷30, 卷34, 瑜伽师的论卷7, 法华经文句卷10下, 法华意记卷8, 诸为摩羯经卷一般若新经幽赞卷上, 大日经书卷5, 三部密室, 大唐西玉记卷3, 玄印英译卷5, 法院朱灵卷17, P6953, 观世音菩萨如意摩尼陀罗尼经, 泛名Padmasant Mahibara Estra, 全议卷, 唐代宝斯唯一于神龙二年, 706, 略称如意摩尼陀罗尼经,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册, 内容叙述根本咒、 心咒、 随心咒等咒之功能, 并列举治疗诸病之法。 本经之同本意义或类本经典有, 菩提流至意之如意伦陀罗尼经, 意境意之观自在菩萨如意心陀罗尼咒经, 时差南陀意之观是因菩萨秘密藏如意伦陀罗尼神咒经, 开源氏教路卷九, 真元心定氏教目路卷十三, P6955。 观世因菩萨秘密藏如意伦陀罗尼神咒经, 全意卷, 唐代时差南陀意, 略称观世因菩萨秘密藏神咒经, 如意伦陀罗尼神咒经,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册, 本经分位六品, 一,除破一切恶业陀罗尼品, 二,一切爱悦法品, 三,和阿加陀要法令人爱悦品, 四,含药品, 五,眼药品, 六,火暗陀罗尼药品。 本经与菩提流至所义之如意伦陀罗尼经为同本意义。 P6956。 观世因菩萨秘密藏神咒经, 请参阅观世因菩萨秘密藏如意陀罗尼神咒经。 观世因菩萨受祭经, 泛名Apollo Kitevara, Bodhisattva, Mahasthamot, PRPTA, Bodhisattva, Vivikarae, Astra, 全译卷。 流颂谈无解义。 收于大阵藏第十二册。 与观世因菩萨的大事至菩萨受祭经, 主法护义, 观世因受祭经, 涅道真义, 如幻三摩第无量印法门经, 施护义, 未同本意义。 本经出叙佛在波罗奈国陆院中, 为华德藏菩萨说以无一旨义法的如幻三昧、 弥勒、 文书等诸正式及安乐国图, 弥勒之观音, 是至二大事皆得此三昧。 四名观音, 是至发心正道之因缘, 而说观世因在阿弥陀佛灭度后, 成等正诀, 好普光功德山王如来。 又于大阿弥陀经卷上, 无量清净平等诀经卷三, 悲华经卷三, 大臣悲分陀利经卷三等, 亦说及观音, 是至成道之事, 与本经亦去相同。 出三藏祭集卷二, 历代三宝祭卷六, 卷十, 开源式教路卷二, 卷五, 卷十二, 卷十四, P6956, 观世因菩萨普门品, 泛名 Cementumacaparivatoenmphalokitevara, Vicervae, Nirde, 全一卷, 又称观音经普门品, 观世因经, 观音经, 普门品经, 普门品, 收于大阵藏第九册, 为法华经卷七, 观世因菩萨普门品之别行, 内容宣说观世因菩萨普门事宪之妙用, 由常行与祭诵所成, 为祭诵在汉义诸本中之存废颇有出入, 汉义本共有三种, 一为主法护所义之正法华经第二十三光是因菩萨品, 二位纠摩罗时义之妙法连华经第二十五官是因菩萨普门品, 三位随带蛇纳绝多, 达摩及多共一之天品法华经第二十四官是因菩萨普门品, 其中正法华经全缺祭诵, 妙法连华经在罗时一之初一无祭诵, 至随蛇纳绝多时使作增补, 故与天品法华经之祭诵完全相同, 普门品圣早及有别形, 由出三藏纪及卷四列举之光是因菩萨一卷, 出于正法华经, 或称光是因普门品, 观是因菩萨一卷, 出自天品法华经, 等可知, 又观是因之信仰, 古来在印度、中亚、中国、西藏地区、日本等地军广卫流布, 近代上发现用回古语、蒙古语、 土耳其语所写的普门品之断片。 据专家之研究, 本经经文中有二、三处引用废陀经之说, 故本经与婆罗门信仰关系甚深, 因此多数学者对观是因菩萨之起源, 每与婆罗门教之师婆神相提并论。 此外, 著世书有随代至已知观因玄义二卷, 观因义书二卷, 宋代之理所者之观因玄义纪四卷, 观因义书纪四卷。 法经录卷二, 大唐内典录卷二, 回古文法华经浦门品断片, 与田亨, 东阳学报第五之三, P6956。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悬一纪, 请参阅观音悬一纪。 观世音经, 请参阅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观世音经咒持宴祭, 请参阅观音经持宴祭。 观世音应验祭, 全义卷。 收于牧田地量者, 六朝古义观世音应验祭研究。 乃教定负量, 374, 426, 知光世音应验祭七则, 张衍, 五世纪前半, 知序光世音应验祭十则, 录稿, 459, 532, 知戏观世音应验祭六十九则而成。 据富量序文所载, 东晋时谢夫曾传观世音应验传十余则, 赠予富量之父父愿。 然于龙安三年, 三百九十九, 遭孙恩之乱, 此应验传三亿, 富量遂凭祭义所及而作应验祭七则。 批六千九百五十七 官本, 民国僧, 身足年不祥, 广东中山人, 俗姓张, 法号明依, 早岁专制于儒学, 光绪年间中举人, 讲求违心, 东渡日本。 中年时, 身严佛典, 舍家宅未功德灵。 年六十三, 其母去世, 岁出家, 赴古山依须云和尚寿俱祖解。 曾为古山增补各祖师传记。 世寿七十八, 僧腊十六。 这有相关格及二十卷。 批六千九百五十七。 官自在王如来, 即西方阿弥陀佛之以名。 为密教五佛之一。 密号清净金刚。 其身赤色, 住于三摩地印, 三昧耶行为莲花。 其四方有四菩萨, 即, 前位金刚法菩萨, 右位金刚立菩萨, 左位金刚因菩萨, 后位金刚与菩萨。 密教以之为阿弥陀佛之本名。 胎藏界八叶院西北角之观音, 即是此佛之音位。 略数金刚顶于加分别圣位修正法门, 批六千九百五十七。 官自在如一轮菩萨念诵法, 请参阅如一轮菩萨念诵法。 官自在菩萨如一心陀罗尼咒经, 请参阅如一心陀罗尼咒经。 官自在菩萨如一轮念诵仪轨, 请参阅如一轮菩萨念诵法。 官行, 官心之行法。 即官心修行, 见照自心以明了本性, 或致官法之形象。 梵网经卷下, 大二四, 一零零八下, 若不解大臣经律, 若清, 若重, 是非之乡, 不解第一异地, 习种性, 常养性, 不可坏性, 道种性, 正性, 其中多少官行, 初入时禅之, 一切行法, 依一步得此法众义, 此外, 天台原教之行位, 六级位, 中之第三位即是, 官行即, 批六千九百五十七, 官行五品位, 即天台宗所立原教菩萨六行位, 六级, 中之, 官行即, 此位乃记之名字而其官行, 新官名了, 理会相应之位, 能成就五品功德, 一, 随喜品, 二, 读诵品, 三, 说法品, 四, 肩行六度, 五, 正行六度, 官行即与八位中之五品弟子位相当, 故并称官行五品位, 参阅, 六级, 一千两百七十五, 批六千九百五十七, 官佛三昧, 三昧, 即将心定于一处, 或一静, 知安定状态, 官佛三昧, 即一心观想世家, 弥陀等佛身之相好及功德等, 略作官佛, 官佛三昧海经卷一大一五, 六四六下, 若能致心细念在内, 端坐正受观佛色身, 当之是人心如佛心, 与佛无意, 虽在烦恼, 不为诸恶之所复辟, 观佛除一般观想佛身之相好外, 并有法身, 实相等诸观。 大制度论卷二十一记载修习观佛之次第, 未出念佛之之后, 自念佛三十二相, 八十随形即神, 通公得利, 赴念佛之界, 定, 会, 解脱, 解脱之见之五分法身, 更念佛之一切智, 一切智见, 大慈, 大悲, 实力, 四摩所谓, 四爱智, 十八不共法等, 揪摩罗时之思维略要法载, 观佛三昧之法, 应先观佛之相好, 四观法身之实力, 四摩所谓, 大慈, 大悲之善业, 后复修诸法时相观。 应隐之观无量寿经义书卷上的, 观佛有真身, 应身二观, 真身观即观如来辩法界平等之身, 为法身时相观, 应身观即观如来之色身相好, 为色身观。 即藏之观无量寿经义书意味念佛有二种, 一念佛法身, 二念佛身身, 亦未色身, 法身二观之义。 是导致观念法门中, 一观无量寿经义观佛三昧海经, 阐明观佛三昧之法, 为观阿弥陀佛正经色身, 原光彻照, 正无比。 日僧原性之往身要及卷上分为别相, 分别观佛每一相好, 总相, 总观佛之相好光明, 杂略, 简单做部分之观法, 等三观。 一般以观相作为观佛之方便, 往身要及卷中本义主张出发心者先羞色升观, 附入法升观, 时相观。 宋代之礼畅导曰心观佛之义, 为弥陀之一正二报一字心, 托之观佛以显其礼。 宋代以后, 此说颇为圣行。 观无量寿经, 往身论, 十柱皮婆沙论卷九, 安乐即卷上, 观无量寿佛经书卷三, 善导, P6958。 观佛三昧海经, 泛名布达, Dhena, Sandisgara, Astra, 凡时卷十二品。 东径佛陀巴陀罗义, 又称观佛三昧经, 观佛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五册。 此经系佛于加皮罗成尼卷, 居楼陀林中, 为父王月头谈, 以母交谈谜等所说, 教已驻观佛三昧, 并为此三昧功德声广, 能得解脱。 此经凡十二品, 一,六辟品, 二, 续观的品, 三, 观香品, 四, 观佛心品, 五, 观四无量心品, 六, 观四威仪品, 七, 观马王葬品, 八, 本行品, 九, 观相品, 十, 念七佛品, 十一, 念十方佛品, 十二, 观佛秘形品。 又开原式教路卷十四单一却本路举出揪摩罗十一支观佛三昧经一卷, 然其与此经之一同则不详。 出三藏纪即卷二, 历代三宝即卷七, 开原式教路卷三, P6958。 观佛三昧海经六辟, 观佛三昧海经中以六欲辟念佛三昧之书圣功德, 即, 一, 辟长者言福谈纳子经之欲, 二, 辟王宝印之欲, 三, 辟长者如意诸之欲, 四, 辟仙人善矿之欲, 五, 辟力世纪诸之欲, 六, 辟杰末金刚山之欲, 往生药集卷下, P6959。 观佛三昧经, 请参阅观佛三昧海经。 观佛魏宗, 净土教论定其所依之无量寿经有念佛三昧与观佛三昧两宗, 其中, 以观想弥陀为主要念佛法门之宗, 称为观佛魏宗。 此系唐代净土教高僧善导所叛立者。 观经玄一分, 大三七, 二四七上, 经此观经, 即以观佛三昧魏宗, 亦以念佛三昧魏宗, 一心回愿往生净土魏体。 安乐集卷上, 选择本院念佛集, 参阅, 念观两宗, 三千两百二十二, P6959。 观佛经, 请参阅观佛三昧海经。 观座, 右座内坛, 心坛, 密教将曼陀罗之作法分为化作与观座两种, 内心观想曼陀罗, 称为观座。 大日经义士卷十二, 万序三六, 四五一下, 若行者, 或内或外, 夫列比本尊等曼陀罗作为, 其中, 类夫列及观座, 其作观之法, 观种子之自门而成三昧耶行, 其三昧耶行即为本尊。 大日经卷七公养仪式品, 参阅, 内外曼陀罗, 一千两百三十四, P6959。 观智, 五代曹栋宗森, 身足年不祥, 洪州, 江西南昌, 出生, 幼年出家, 从学于同安道批, 并四其法。 后驻建昌府, 江西, 同安院, 大洪宗峰。 地自有梁山元官, 连灯会要卷二十六, 五灯会元卷十四, P6959。 观定, 巴黎语菲瓦S, 三代。 卫增大, 四神族, 中之第四, 观三摩地断形成就神族, 而得之禅定。 清静道论三, 参阅, 四神族, 一千七百五十一, P6959。 观念念佛, 明神专意念佛之意, 即观察意念佛身相好光明及法身实相等, 而以口称明念佛。 此种念佛需指心之散乱, 浮除妄念, 观念佛之相好等, 故称观念念佛。 通常指意念阿弥陀佛而言。 六念, 十念中所举之念佛, 均属观念念佛。 庐山会远, 天台至义, 四明之礼等诸师一皆倡导观念念佛, 或观佛之相好, 观佛之功德法, 观佛之法身, 实相等, 主张不堪修观者修口称念佛, 口称念佛又分为观与无观两种, 观念念佛系相对于无观之口称念佛而言。 而念佛主要人以观念为主, 未圣。 参阅, 念佛, 3208, P6959。 观念阿弥陀佛向海三昧功德法门, 请参阅观念法门。 观念阿弥陀集, 请参阅观念法门。 观念法门, 全一卷。 唐代善导者, 又称观念阿弥陀佛向海三昧功德法门, 观念阿弥陀集。 收于大正藏第47册。 本书叙述观念阿弥陀佛之行相作法及功德。 其内容分为三段, 先是三昧行相, 四是五元功德, 后劝人修行。 著世书有正空之观念法门 观门要一超三卷, 梁中之观念法门四季二卷, 圣聪之观念法门见闻二卷等。 P6960 观念论, 佛教诸宗派, 如为识, 华言等宗, 认为宇宙系由心所变现, 若离心则一切万法亦不复存在, 故有所谓, 三界为一心, 心外无别法, 为识无境, 等于。 由于强调唯心或唯识之说, 故佛教往往被西方哲学借品味既是观念论亦是唯心论。 然佛教之所以强调唯心, 系站在主体之实践方面而言, 非如一般之唯心存在论者认为, 心未唯一实在, 之论点, 同时佛教经典更常论及心与外在之事物皆无自信, 皆未空。 天台大师致以于磨合指观阐述, 一念三千, 之教义时曾强调, 若认为此计之一念未实在, 或三千世界未实在, 皆是偏颇之见解, 而应从, 一念及三千, 三千及一念, 相互依存之关系来体悟中道之理。 参阅, 唯心, 四千四百二十, 批六千九百六十。 观阿弥陀佛色深圳念解脱三昧经, 请参阅时往生阿弥陀佛国经。 观所愿原论, 全义卷。 陈那座, 唐代玄藏义。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一册, 本论有诸一本, 如汉译藏经中成代真帝所译之无相思成论一卷, 西藏藏经丹诸尔经书部第九十五含之第四观所愿, 即, 与第五之观所愿诸等。 如西藏译, 玄藏译本所示, 本论之记文为四句译行, 共有三十二句。 本书旨在一英明三知之法, 明是心外之所愿原非有, 而心内之所愿原非无。 大唐内典录卷五, 古经义经图记卷四, 开元是教录卷八, 真元心定是教目录卷十一, 批6960。 官所愿原论是权益卷, 又称官所愿论是, 官所愿是, 护法造, 唐代义静义,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一册, 本书为官所愿原论之著誓书, 内容阐释官所愿原论中所说破外执之语, 夺之义, 而名字宗之内境, 然未论及其差别。 开元是教录卷九, 真元心定是教目录卷十三, 批6960。 官所愿论是, 请参阅官所愿原论是, 官所愿是, 请参阅官所愿原论是, 官法, 观想真理之方法, 为佛教一般知识见法门, 类似用语有观, 修观, 观念, 观想, 观行, 观察, 观门等, 总称观法。 观, 范语非破焉, 因一匹舌纳, 以及以智慧专心观想佛或法等特定对象, 而致力于证悟。 例如日想观, 月轮观, 九想观等, 皆是心中有一具体之对象来做观, 为初步之观法。 后更进一步透过此类具象而观想深奥之教义或, 佛教者理。 诸经论对于观之论述甚多, 如大安班首义经, 英池入经, 修行道地经, 禅药经, 内生观章巨经, 法观经, 生观经, 禅密药法经, 坐禅三昧经, 菩萨喝色欲法经, 禅法药解, 思维略药法, 达摩多罗禅经, 五门禅药用法等, 皆阐释观法。 观之种类繁多, 方法, 目的亦各亦, 资列举教具代表性之观法于下, 一, 原始佛教所强调有观四地, 十二因缘等之观法, 如观四地, 称四地观, 观十二因缘, 称十二因缘观, 观入出席, 称数习观, 观生不尽, 称不尽观, 观诸行无常, 称无常观, 观诸法无我, 称无我观, 观四非常, 称非常观, 观五停心, 称五停心观, 观四念处, 称四念处观。 二, 分析色, 新诸法为空之观法, 于小成方面, 如观空, 称空观, 观生空, 称生空观, 观法空, 称法空观, 西色为空, 称西空观。 于大成方面, 如体达诸法当体集空, 称体空观, 观圣意皆空, 称圣意皆空观。 三, 天台宗观于空, 甲, 中三地之观法, 如观甲, 称甲观, 观由甲入空, 称二地观, 观由空入甲, 称平等观, 观中道第一异地, 称中道观, 四地修三观, 称次地观, 于一心观三地, 称一心三观。 四, 华言宗有观诸法十相之观法, 如观十相, 称十相观, 观四法界, 称四法界观。 五, 法相宗有观三界为心之观法, 如观五重为十, 称五重为十观。 六, 三论宗之重要观法, 如观八部中道, 称八部中道观。 七, 真言宗之重要观法, 如观净菩提心之五相, 称五相成生观, 观阿字, 称阿字观。 八, 净土宗之重要观法, 如观月轮, 称月轮观, 观水, 称水享观, 观净土之地, 称得观, 观华作, 称华作观, 观相, 称相观, 观佛之真身, 称真身观, 观应生, 称应生观, 观生之总相, 称总相观, 观别相, 称别相观。 又观语止, 泛阿玛沙, 奢摩他, 即心凝定于一对镜, 并秉习想念之功夫, 相对, 为中道观虽亦称为观, 然其为止观双运, 即和于舍, 泛阿佩克, 幽必差, 之意, 故上述诸观虽盖称为皮舍那, 然中道观则有不同之意。 又被观之对镜, 称观镜, 做观之智慧, 称观之或观慧, 思为真理而解了其意, 为之观解, 观诸法无碍啊其三地缘容不思义之妙礼, 为之观啊。 此外, 天台宗所说之观, 有, 一念三千, 一心三观, 等, 即观自心之本性, 故又称观心, 华言宗以观未通入物境之道, 故称观道。 本大, 叶盘经卷三十一, 往生论, 俱舍论卷二十八, 瑜伽诗的论卷四十五, 往生论柱卷下, 华言经探旋记卷十, 磨合纸观卷三上, 大乘一张卷十, 批六千九百六十。 称相属论, 泛名三变他, PARK, 权益卷, 又称相属观察。 六, 七世纪请, 印度法称论诗者, 魏英明七论之一, 内容阐述建立论设设计概念间之相属关系。 书莫父有法称自我之注释。 西藏佛教格鲁派塞大寺之学制规定, 于学习英明之初步课程中, 有关概念见关系之基本则, 必以此书未本。 批六千九百六十二。 观音玄, 请参阅观音玄义。 观玄义, 二卷, 随待烟台底数, 门人贯定计, 又称别行玄义, 别行玄, 观音玄, 观音经玄义,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四册, 为天台五小步之一。 本书 是法华经卷七观是因菩萨普门品之玄义, 依准至已于法华经玄义所立世明、出体、明宗、 便用、教乡等五重玄义之分科、 社通、别二世, 旧普门品之大纲集, 观世因普门, 五字作精细之解释。 未现存普门品注释书中最古之注述, 后世学者一系致以讲述, 摩喝止观, 前所作。 本书虽与观音义书同位开示天台信恶法门之重要典集, 然于智者大师别传, 大唐内典录, 及序高僧传中, 皆为言及此书未至已所述。 此外, 宋代四明之礼旧本书而作观音玄义纪四卷, 乃及信恶说之大臣者。 佛祖统计卷二十五,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 批六千九百六十二。 观音玄义纪, 凡四卷。 宋代四明之礼书, 又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玄义纪, 观音经玄义纪, 观音别行玄义, 别行玄义纪, 别行玄义,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四册, 乃观音玄义之著誓书。 一字续所载, 细之礼六十二岁时所传。 之礼出头宝云一通, 是逢义通讲观音谱门品, 经述藩资仪, 岁德奥义, 于宋天玺五年, 一千零二十一, 超路之。 以唐宋训古主义之学风解释玄义之文句, 强调性恶法门。 天圣二年, 一千零二十四, 由尊士奏请收入大藏经。 佛祖统计卷八, 卷二十五, 批六千九百六十二。 观音寺, 一位于湖南梁山, 旧名阳山, 下。 五代曹洞宗禅师同安官至之地子元官住西于此, 是称梁山元官。 其创立情形与严格均不详。 景德传灯陆卷二十四, 五灯会员卷十四, 二聚留之万之, 清代台湾之寺庙, 所在, 有清一代, 台湾境内所建之寺院约一零二座, 其中以, 观音, 为名之寺院, 至少有五十五座, 或称观音寺, 观音亭, 或称观音宫, 观音庙等, 甚能显现当时本审之观音信仰。 其后, 此等寺院或更改名称, 或因天灾, 兵火毁废, 或经极度重修而现存。 三位于日本近江湖深郡, 属天台宗道场, 据传为圣德太子创建, 现今寺内有本堂, 奥院, 原三大师堂, 观音堂, 地藏堂, 护魔堂, 惠马堂等。 四位于日本赞齐三丰郡, 属真言宗道场, 创于大宝三年, 703, 初称神宫寺, 原为法乡宗寺院。 后以弘法大师安智观世应坐相于此, 遂成为真言宗之道场。 四宝中之墓造涅盘佛一尊及不动名王相, 秦弹公本帝佛, 秦弹公会缘起各义服, 已被指定为日本国宝。 五位于日本靖江丽太郡, 属天台宗道场, 据传为圣德太子所创建。 现存诸堂中之阿弥陀堂, 书院被指定为保护建造物。 此外, 寺内之墓造阿弥陀如来, 地藏菩萨, 药师三尊, 山王本帝佛, 黄布洞尊, 圣德太子相, 十六罗汉相, 四大尊明王相等, 均被指定为日本国宝。 六位于韩国经济道开封郡, 高丽光宗时创建。 英寺后颜洞有二尊观英石相, 故有此称。 颜上缘有证词, 石相, 首顶, 菩提, 观佛等诸眼, 其后废腿, 经景存大雄殿, 七重石塔及森房二洞。 七重石塔在大雄殿之前, 细创四十支作品, 高约2.3公尺, 基坦克有连半, 结构颇为优雅。 右颜洞内二十项, 未光宗时之作品, 亦为座相, 带有宝观, 胸, 腕, 腰皆带有宝石之配串, 面相温和优美, 颇具唐代雕像之风格, 另一尊位立像。 中京至, 韩国建筑调查报告, 批6962。 观音别形玄记, 请参阅观音玄义记。 观音别形书记, 请参阅观音义书记。 观音池燕记, 请参阅观音京池燕记。 观音宿, 为江苏无限地方之习俗。 即自农历二月一日开始持斋, 至十九日观世音菩萨生日为止, 称为观音宿。 又自农历六月九日至十九日, 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兼之持斋, 亦称为观音宿。 批6963。 观音曼陀罗八大菩萨, 为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所说之八大观自在菩萨。 即, 一, 金刚观自在菩萨, 二, 与愿观自在菩萨, 三, 树珠观自在菩萨, 四, 勾照观自在菩萨, 五, 除障观自在菩萨, 又称师无畏观自在菩萨, 六, 宝剑观自在菩萨, 七, 宝应观自在菩萨, 八, 不退转经轮观自在菩萨。 有观此八大观自在菩萨之形象, 手执之物, 应器等, 乃至以各菩萨为本尊之修法方式及其事源, 皆享载于该经中。 批6963。 观音普贤陀罗尼经, 全译卷, 唐代智通译, 又称清净观世音菩萨普贤陀罗尼经, 清净观世音普贤经,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册。 内容叙述观世音菩萨为利益众生, 而说普贤陀罗尼, 结界陀罗尼, 奉请陀罗尼, 并说诵持普贤陀罗尼者, 永不堕诸恶趣, 即见观世音菩萨现身, 得圣地陀罗尼三摩地等功德。 意义本有唐代不空所义之官自在菩萨说普贤陀罗尼经, 其与本经相义之处, 除叙述顺序不同外, 不空之义本义无画像, 入坛, 供养法等。 开元世教路卷八, 批六千九百六十三。 观音经, 请参阅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观音经玄义, 请参阅观音玄义。 观音经玄义记, 请参阅观音玄义记。 观音经书, 请参阅观音玄义书。 观音经普门品, 请参阅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观音经义书记, 请参阅观音义书记。 观音玄通三真实, 即观世音菩萨尔根玄通所具有之三种真实。 余伦言会上, 大小二十五胜众各自宣说所证之玄通方便, 其中观世音菩萨以耳根玄通被文书菩萨誉为最上, 最殊胜, 文书大事并举出三种真实而称赞耳根之玄通, 即, 一, 通真实, 畏眼, 鼻, 舌, 身, 亦等诸根皆不如耳根, 盖眼不见障外, 乃至心亦有分杂不定之时, 而耳根则能隔强听音响, 远近聚可闻。 二, 原真实, 畏时方聚几鼓, 亦可同时闻身。 三, 常真实, 畏身有止息, 动静之时, 亦不失闻性, 有身则有闻, 无身则不闻, 然不论身之有无, 其闻性皆赞然常驻而乐魔生灭。 大佛顶首轮言经卷六, 批六千九百六十四。 观音经持宴记, 凡二卷。 清代周克父作于顺治十六年, 一千六百五十九。 又称观世音持宴记, 观音持宴记, 观世音经咒持宴记。 收于万序藏第一三四册。 作者广搜诸书, 采写自静代至清顺治时, 所有僧俗有关观音信仰之灵验一一八件, 会及编转而成。 范围包括高僧传, 法院诸林, 辩证论, 法华感通, 观音感应等, 及明祥记, 宣艳记, 太平广记, 谈首, 玉堂闲话, 朝野千载等内外典籍, 并于美剑之下记其初典, 乃研究观世音信仰之重要资料。 卷末并附有不空所异之观世音大碑星陀罗尼, 白衣大碑五印星陀罗尼经, 理观英文, 辩论语三则等。 P6964 观音义书, 凡二卷, 随代天台至乙术, 门人贯顶记, 幼称普门品书, 别行义书, 观音经书,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四册, 为天台五小步之一。 内容解释法华经卷七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之文句, 出色时节, 标仁, 敬仪, 正问等四问, 而达以口肌感应, 意肌感应, 生肌感应等, 明是观音术王之名义, 四旧身, 口, 义等三页设问, 而以别答, 总答, 劝公养等作答, 明是浦门诸王之显义。 书中巧用四教, 三观之教法, 以破斥他师, 就解等诸说, 于观世音信仰阐明其理论与观形, 为后世解释浦门品之指南。 又本书与观音玄义义书皆举阳天台之信恶法门。 此外, 宋代之礼就本书而作观音义书记四卷, 佛祖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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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观音玄义记同位阐阳天台信恶法门之药书 其著是书有观音经义书记科义卷等 佛祖统计卷八卷二十五 P6964 观音慈灵集凡三卷 清代宏赞编于康熙七年1668 收于万序藏第一四九册 本书会及有观观世音信仰之经典 及有观信仰者之事迹感应等而成 卷上位诸经篇包括悲华经 观世音大事至菩萨受祭经 大臣庄严宝王经 请世音菩萨交付亥陀罗尼咒经等时经 卷下位感应篇 超路印度及我国自尽至清初之森俗 关于观世音信仰之事迹与感应 即一五四件 并一一迹其出处 本书乃研究观世音信仰之之重要参考书 P6964 观音慈法 以观世音菩萨为本尊而修之忏悔供养法 又称请观世音颤法 请观世音菩萨消付读亥陀罗尼三昧移 观世音菩萨又称圆通大事 故此颤法亦称圆通颤法 修法之次第 先装研道场 以香泥图的悬挂分盖 至阳之净水 烧香散花 向南安奉佛像 观世音向向东 行者向西无体投地 以英顶李释迦佛 无量寿粉 称三宝及观世音之名 四宋消付读亥咒 破业障陀罗尼咒 六字张巨咒等 批成忏悔恶业重罪 礼必如法行道 之后 一人登高座唱诵请观音经 于三七日或七日之间 修法 请观世音菩萨消付读亥陀罗尼咒经 请观音经书 请观音经产一抄 国清百路卷一 请观世音菩萨消付读亥陀罗尼三魅仪 P6965 观音签 即至于观音向前 用以占卜及凶之竹签 一世门正统卷三所在 有一百签与一百三十二种 一百签系源自天竹四支观音院 一百三十千则源自越之源通四 P6965 观世法 请参阅观新世法 观乐 七世纪之百济森 身足年不祥 推古天皇十年 六百零二至日本 居于原新寺 常于天文 历数 地理 方数之学 当检孝森尼之制度出行时 被认为最高位之森阵 本朝高森传卷一批 6965 观鼎三魅 系百八三魅之一 三魅 即兴安住于一静之寂静状态 未入此三魅者 能一一变见诸三魅 如柱山顶 西见众物 大品班若经卷二十七 大制度论卷四十七 P6965 观赋 宋代森 身足年 籍贯 传记等皆不祥 浩孝安 住于毗邻华言寺 宇道庭 师慧 西迪和称华言寺大家 从宗宇寿学华言五教章 这五教章 则心计五卷 解释五教章之别 教义成说 其观点成习成观 宗密之说 而以对立之立场 驳斥师慧所者之五教章 焚心 二人与此交相论难 师令有少兴十六年 一千一百四十六 所者之元诀经超辩仪 即演义超会解记 金刚别记 仪教经论记等四部十八卷传释 P6965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全义卷 留宋谈摩密多 泛达玛迈达 亦 又称出生功德经 略称观普贤经 普贤观经 普贤经 观经 收于大阵藏第九册 本经系佛陀余说法华经之后 在皮舍离国大灵经舍所说 因佛宣告三个月后将班涅槃 阿南等随即请问佛入灭后弟子 应如何修行及大乘法药 佛遂未说普贤关门 六根罪之忏悔及忏悔后之功德 本经旨在阐明法华经之普贤菩萨劝发品 故与法华经普贤劝发品互为表礼 而与妙法莲华经 无量义经合称法华三部经 又无量义经称为法华经之开经 相对于此 天台大师为本经为法华经之结经 出三藏纪集卷二 历代三宝纪卷七 卷八 卷十 开元式教路卷三至卷五 P6965 观普贤经 请参阅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观无量寿佛经 请参阅观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赴图诵 请参阅观无量寿佛经图诵 观无量寿佛经约论 全一卷 清代彭记清述 收于万序藏第三十三册 本书可视作观无量寿佛经之概论 内分四科 一 提名 二 序分 三 正宗分 四 流通分 旧中 作者虽常引天台教学之用语 然于天台志以对九品之解释 及四名之理以十三观配于九品之说法 则表示反对 批6966 观无量寿佛经书 一拳一卷 随代天台志以述 又称观经书 观无量寿经书 观经天台书 天台观经书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七册 未观无量寿佛经之注释书 内容出立五众玄义 以阐释经名 四 判观无量寿佛经系以心观为宗旨 以食相卫体 以身善灭恶卫用 为菩萨藏之顿教所舍 赴赐随闻做事 且以十六观西未定善 自诵代四明之理就本书 而这观无量寿佛经书 妙宗超以举扬其指趣以来 本书成为天台五小步之一 亦被视作天台教学之要书 然据静代学者从内容上考定 以其为后人之伪作 指出书中所列五众玄义之文 尹载自至以知经光明经书卷一 而于随文解释中 又摘路静隐会远之 观无量寿经义书所说 故推断为伪作 本书之注释书有 观无量寿佛经记一卷 唐代法聪述 观无量寿佛经荣心解一卷 宋代之礼书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 佛祖统计卷二十五 二凡四卷 又称观无量寿经书 乃唐代善导就观无量寿佛经 所作之注释书 参阅观无量寿经书 六千九百六十八 P六千九百六十六 观无量寿佛经书 庙宗超凡六卷 宋代四明之礼书 又称观无量寿经书庙宗超 观经书庙宗超 观经庙宗超 庙宗超 收于大正葬第三十七册 之礼的时代 受唐末五代战获之影响 佛教教学伟顿不振 天台宗分裂为山家 山外二派 属于山家派之之礼于本书 随文解释天台制以之观经书 针对山外派之意义 倡导及新念佛之意 并唱色 新双巨之说 本书堪行后 引起山家 山外派之论证 批6966 观无量寿佛经义书 樊三卷 宋代灵之缘照传 又称观无量寿经义书 略称新书 收于大正葬第三十七册 本书为观无量寿佛经之著试书 上卷阐述弦义 内分教新来制 社教分旗 辨定宗旨 廖简义同等四门 中卷 下卷则一文解释 此书广究诸家之要义 其解说 采取天台制 以及善导之事义 如十六观之解释 取至义之说 九品之解释 则采善导之论 然其于十六观之看法不同于至义之观心说 又于辩定宗旨义门中有观事理及观法之解释 与廖简义同门所说 皆为本书之特点 本书之注释书有 观无量寿经福星论一卷 观无量寿经义书正观纪三卷 宋代戒度传 观无量寿经白连纪四卷 宋代用清述 批六千九百六十七 观无量寿佛经图诵 全一卷 明代传灯传 又称观无量寿佛经复图诵 略称观经图诵 收于万续藏第三十三册 全书分节列举观无量寿经之经文 而以图绘是其文意 共三十五图 图旁更负七律诵 为少有经文之注释 传述本书之目的 可见于最后之诵文 万续三三 五五下 见佛 见土及见土 三见同用此一见 见佛及见真法身 见土及见长济光 岂不见土同此二 图图见佛妙一阵 我愿见此图经者 应当置心如是观 批六千九百六十七 观无量寿经 全一卷 留诵良耶舍意 又称观无量寿佛经 无量寿佛观经 无量寿观经 十六观经 略称观经 收于大正藏第十二册 净土正一三部经之一 内容叙述佛陀 应为提西夫人所请 示现西方极乐净土 并说修三福 十六观未往生法 唐代善导为此经 以观佛三昧未宗 又以念佛三昧未宗 相对于静隐慧远 家祥及藏等诸师所立十六观皆定善之说 而立十六观之后三观为九品之善善 又为佛虽广说定 善两门之意 然佛意为在专称阿弥陀佛名好 又具下品下身之文 大一二三四六上 如是至心令身不觉 具足十年 称南无阿弥陀佛 解释无量寿经第十八愿之 乃至十年 即止时身称佛 遂以散心称名为一切善 二凡夫的往生之正定业 日僧元空及一其所说 创立日本净土宗 盖此经属于观经之一 与观佛三昧海经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观弥勒上身都律天经 观世音观经等皆为同类行者 乃说观弥陀 观音 世智等三圣及极乐净土庄严之法 又于十六观中 以第九阿弥陀佛真身观为最重要之观行 经提一一之而立 有关此经之翻译 诸经禄 僧传说法不一 于出三藏记及卷四位 此经之译者不详 梁高僧传卷三 以此经于留诵时 由梁耶舍译出 僧涵比寿 法经禄以下之诸经禄 皆言用其说 又历代三宝记卷四 卷七 于梁耶舍之译本外 另列举东汉 东进两种译者不详之译本 注释本经之著作颇多 重要者有 观无量寿经一书二卷 慧远 观无量寿佛经书一卷 至义 观无量寿经一书一卷 吉藏 观无量寿经书四卷 善导 观无量寿佛经图诵一卷 传灯 观无量寿佛经约论一卷 彭济清 观无量寿经浮新论一卷 戒度 等 其中以唐代善导之 观无量寿经书四卷 流通较广 开元寺教路卷一 卷五 新编诸宗教藏总路卷一 P6967 观无量寿经书 一卷一卷 又称观无量寿经书 观经天台书 观经书 本书未随代至已就观无量寿经所作之著世书 参阅 观无量寿佛经书 六千九百六十六 二凡四卷 唐代善导者 又称观无量寿佛经书 观经书 观经御书 观经御书 观经义书 观书义 观经要义 通称观经四铁书 四铁书 若自本书之内容而言 又称凯定书 正成书 正定书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七册 未观无量寿经之著世书 善导著作宗教著名者有五部九卷 本书四卷及其中之一部 其余四部为法事赞二卷 观念法门一卷 往生理赞记一卷 班周赞一卷 内容分为悬一分 续分义 定善义 散善义等四铁 解释他立信仰之要义 可谓善导思想体系之核心 悬义分析说明观经之旨义 续分义解释观经续文 定善义解释十六观中前十三杂想观 散善义则解释最后三观 本书主张一切善恶凡夫 皆可依阿弥陀佛之愿力 往生极乐净土 以称明念佛为正业 以读经 礼拜 赞叹 观察为住业 并强调如能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 于行著作卧间问时节九赞 皆念念不舍者 即可往生净土 此说对后世之影响很大 此外 一般以本书为敬套向 教义之根本典籍 因敏慧远 达祥吉藏 家财等诸师 虽在善导之前 及旧观经作书 然皆为显超是本愿之妙用 唯独善导能明是佛之正义 故古经皆以本书为诸说之凯定 而称之为凯定书 乐邦文类卷二 往生药及异计卷五 P6968 观无量寿经异计 请参阅观无量寿经异书 观无量寿经异书 亦凡二 随待会转 又称观无量寿经异计 或称静观经书 收于大正葬第三十七册 细游的论宗之立场解释 观无量寿经 未现存最早之观经著书 本书判定阿弥陀佛之身土 未应身应土 往生其净土之九品人 乃大小之圣人 以其修正与自立修行之通归无别 而不论弥陀本愿之胜利 所说大为净武教之义去 故善导作观无量经书 破斥之 于随唐之计 净土教义之了解 可自本书窥其灵找 为研究善导观经书不可或缺之作 续高森传卷八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 二全一卷 随待藏传 又称家祥观经书 收于大正葬第三十七册 细由三论宗之立场解释 观无量寿经 其说与慧远所传之 观无量寿经义书童 亦以圣道门自立修行之义 判定往生弥陀净土之因果 故道错斥未谬解 善导于观经四铁书中 亦加以驳斥 批六千九百六十九 观无量寿经义书正观纪 请参阅观经义书正观纪 观书义 请参阅观无量寿经书 观想略作想 及集中心念于某一对象 以对至贪欲等妄念 或未进入正观而修之一种方便观 坐禅三昧经卷下 大一五二八一中 行菩萨道者 于三读中若隐喻偏多 先自观生 骨肉皮肤 经脉流血 肝肺肠胃 食尿涕 唾三十六物 九想不尽 专心内观 不令外念 外念诸元 舍之令孩 此未修 九想观 能断隐喻 右观无量寿经位 修 入极乐一阵之真观 密教于出发菩提心之行者 亦屡设种种方便之观想 如观想诸尊之形象 三摩耶行等 借此观想而去除妄念 性乐倍增 静而以有相入无相 抿除一切能所差别之见 体正万法平等 而与本尊相应 安相三昧以鬼经 大日经书卷十一 卷十四 大皮卢浙 折纳经供养次第法书卷下持 诵法则品 批六千九百六十九 观想念佛 出自宗密之普贤行愿品 书超四种念佛之一 端正身心 观想佛身相好庄严 称为观想念佛 据观佛三昧海经卷九 卷十 坐禅三昧经卷上载 若于佛之三十二相 专观其中一相 能灭九十一那由他横河杀为成数节之生死重罪 若观其全身相好 须端坐镇寿 细念佛身 莫念地 水 火 风等诸余法 常念佛身 见十方三世诸佛 佛西在墓前 可灭除无量劫之罪 此外 观想念佛又有意相关 多相关 全相关之别 参阅 四种念佛 一千八百零四 P六千九百六十九 观照 即以智慧观世 李诸法 而照见明了之义 又 观照般若 则只能观照世 理等诸法十项之理之智慧 为五种般若之一 照论 大四五 二一三上 观照般若 照世照理故 参阅 五种般若 一千一百八十三 P六千九百七十 观经 请参阅观无量寿经或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观经五分 指唐代善导为解释官无量寿经所分裂之五段科节 即一续分 二正宗分 三得意分 四流通分 五 骑舌汇分 乃善导于解释官经时 除续 正流通三分说外 所令特赦之科判 观经书续分裂 P六千九百七十 观经六元 佛陀演说官无量寿经之六种因缘 此说乃根据善导之观经书续分裂而定 即一 静父元 为阿舌世太子静故父王 此为观经兴起之因缘 二 静母元 为太子幽闭其母为提释于七众生公 乃佛陀未知说法之因缘 三 验苦元 为为提释遭幽闭 验世艰苦 佛遂未说此经之缘起 四 心静愿 为为提释遭苦恼 因而心求安乐清静处 得佛未说此经之因缘 五 散善显行缘 为佛未说修十六观之后三观的三福 九品等散善 显行 得以往生净土之缘 六 定善世观缘 为佛未说以十六观之前十三观之定善 关门 得以往生极乐世界之缘 P6970 观经天台书 请参阅观无量寿经书 观经四铁书 请参阅观无量寿经书 观经药义 请参阅观无量寿经书 观经曼图罗 据观无量寿经所说而描绘之净土变相 于日本净土教则指当麻曼图罗 至光曼图罗 以上奈良旗 青海曼图罗 平安中旗 并称为净土三曼图罗 为日本净土教美术著名的净土变相图 P6970 观经浴书 请参阅观无量寿经书 观经浴书 请参阅观无量寿经书 观经书 请参阅观无量寿经书 观经义书正观记 凡三卷 南宋戒杜传 又称观无量寿经书书正观记 灵之观无量寿经书正观记 略称正观记 收于万绪藏第三十三册 内容戏注释宋戴元兆之观无量寿经书书 皆是万绪三三 一灵下免修正观 顿了时心是佛 之指去 借渡出拟破赤道阴 辅正解 之谬说 而这观无量寿经书心论 后又转此记以补其不足 P6970 观经图诵 请参阅观无量寿佛经图诵 观察 对境之细念 以智慧照查 正念观彼 如实修行 称为观察 与观之一同 往生论注卷下解释观察之自义 大四陵 八三六上 星元奇事约观 观星分明约察 华言经探旋记卷十位 观察有内心照查与举目免是二义 P6970 观察一切如来星陀罗尼经 请参阅如来星经或佛顶放无够光明 入浦门观察一切如来星陀罗尼经 观察阵行 系净土门所力往生极乐五种阵行之一 与五种杂行之观察杂行相对 为以一心专念观想弥陀净土之一正二报庄严 即称呼吁 即称观察阵行 若不仅观想弥陀净土之一正二报庄严 尚于大小陈显密是里西座观行 则称为观察杂行 参阅五阵行 1074 P6971 观察法人 与 安寿苦人 同位菩萨所修二种人之一 观察一切法不生不灭之生理 而安然忍可 其心寂静不动 称为观察法人 菩萨的持经卷五 大明三藏法术卷五 参阅 二忍 196 P6971 观察门 五念门之一 净土门以意念观察阿弥陀佛及其净土 陈旧自立立他之功德 立五种修行门 其中之观察门及为以智慧观察净土 阿弥陀佛及彼土诸菩萨等之庄严功德 陈旧自立立他之功德 参阅五念门 一千一百零九 批六千九百七十一 观察一禅 大臣入伦家经卷三级一切法品广说禅有如下四种 于夫所行禅 观察一禅 攀元真如禅 诸如来禅等 其中 观察一禅为既之自共相德 人无我之理 亦远离自他各种造作 而随顺观察 法无我之意 参阅四种禅 一千八百二十二 批六千九百七十一 观察诸法行经 凡四卷 随带舌纳绝多意 收于大阵藏第十五册 内容分为三品 即无边善方便行品 先是情相应品 受祭品 乃叙述佛为喜王菩萨说决定观察诸法行之三摩地 又以经文中已出现不限小成等于 而被视作大臣佛教发展出其之作 大唐内典路卷五 开源式教路卷七 批六千九百七十一 观炼熏修 为观禅 炼禅 熏禅 修禅之总称 禅 身心统一 平静之状态 有世间禅 出世间禅 与出世间上上禅等三种 其中出世间禅有观 炼 熏 修等四种阶段之禅 一、观禅 只明白观照对象之禅 即观不禁等禁以破淫欲等念 如九相 八倍舍 八胜处 十一切处等 二、炼禅 只将观禅境界再做禁 以不知断炼净化之禅 即以无漏禅 炼诸有漏禅 犹如炼经 如九次地定 三、熏禅 只将前一禁界更做禁以不熏习纯熟 而开拓自在之禁地 即能熏熟诸禅 息皆通力 转变自在 如狮子奋训三昧 四、修禅 即将前面之禁界再做禁以不知修制 而增长其功德 即超入超出顺逆自在之禅 如超越三昧 修禅未出世间禅之最高境界 故意称顶禅 世禅波罗密次第法门卷十 法华玄义卷四上 批六千九百七十一 观数 世尊臣道义 起经刚作而观菩提数 法华玄赞卷四末 大三四七二九上 佛臣道义 树下精行 观数洗字道源 精行思维利物 又观数心宁妙礼 精行想话群生 又观数想音四生 精行思师福慧 法华经方便品 批六千九百七十一 观恒 一千五百七十八一千六百四十五 名陌生 霸州 河北霸县 人 俗姓赵 自专于 师姓端宁 常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求度于慧人 指七沙村 河北济县西南 赴参寇空印正成 雪浪红恩 云七诸红等师 节安于天台山华顶峰 独冷严金而豁然融彻 后宜住庐山 阿玉王山 南岳等地 崇祯十七年 一千六百四十四 住持十城山清凉寺 玉明司宗崩 未追见帝后诸臣 遂见道场 在金陵城北紫竹林 建禅堂 殿寮 殿寺等 龙武元年 一千六百四十五 弘界于天界寺 同年五月 父祖后世与弟子英臣等 随即端坐入祭 逝寿六十八 师之著座圣丰 如心经小坛 吉律常轨 礼佛发愿仪 首轮严金玄坛 金刚班若略坛等 门人即刻时 师字提名 未必门语 另有子竹林专于和尚语录三十卷 林峰偶艺大师宗论卷八 兴旭高森传卷八 P6972 关龙四 位于中国 庆上南道 王宁俊昌乐面玉泉里火望山中 创立年代不祥 李氏朝显宣祖四十一年 一千六百零七 沙门陵云在建大雄殿 幸运佛像 其后 历代也行修起 精存大雄殿 小门 原音阁 森氏 明府殿 山林阁 药师殿 石塔 石墙等 据四传所在 本四支药师殿 未由朝时代之建筑 然推断印新罗 或其至高利 其间所见 此刻由其与大雄殿同聚朝显出其佛寺建筑之特征得之 东国瑜的圣篮、火王山观众四世纪、朝显禅宗嘉兰、横岛亥智郎、建筑杂志卷五三五、批六千九百七十二 观弥勒下身经 请参阅弥勒下身经 观弥勒上身都绿天精赞 请参阅弥勒上身经书 观弥勒上身经 请参阅弥勒上身经 观弥勒上身经书 请参阅弥勒上身经书 观弥勒大下身经 请参阅弥勒下身经 观弥勒菩萨上身都绿天精 请参阅弥勒上身经 观弥勒上身经 观弥勒上身经 请参阅弥勒上身经 观弥勒上二菩萨经 泛名Biochia RGA Biochia Samajata Bodhisattva Estra 全异卷 留宋良耶舍异 又称观弥勒上菩萨经 要弥勒上经 收于大正葬第二十册 本经内容乃叙述佛在皮耶利国 清莲华持经社 说要亡 要上二菩萨之功德 观法 及过去本身等 二菩萨过去为心秀光 殿光二兄弟 曾以喝离勒提胡良药 供养日葬比丘 以此因缘 而菩萨得以上妙法药 广失一切众生 灭除一切烦恼 出三藏记及卷四 批六千九百七十二 观药王药上菩萨经 请参阅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 憋不胜口 为憋于不应开口时而开口 遂遭恨祸 比喻凡夫于丸 应不胜所言 而遭口舌之祸 据旧杂僻玉经卷下载 喜有一憋 遭遇哭汗 见胡则甘洁 又无法自治有时可觅之地 乃屈前求助于湖边之大鹤 鹤岁贤之在口 飞跃都已 然憋于图中屡屡开口发问 大四五一七上 此何等如是不止 鹤便应之 因鹤张口 憋疾从空中坠落地上 遂为人所捕食 法院诸灵卷四十六 批六千九百七十三 憋谋侯甘 为佛陀本身谈之一 佛事实 有疑报至比丘尼 舍家而从佛学道 燃尽违犯戒律 毁佛办法 父亲五众僧 朱比丘共相宜一义时 佛即为说别谋猴肝之事缘 令朱比丘了之报 至比丘尼所以犯戒之缘由 急于过去无量劫时 有一别与林间一迷猴王 圣位清善 此猴王寄具智慧 亦通晓亦礼 故别常往猴王处共论经矣 为别之父多疑善度 不欲其夫时时外出 遂涉济遇害猴王 一日 别父阳称重病 须以猴肝为要使得活命 别未谋猴肝 乃王请猴王至其住处 伟称将宫遥转 因猴王不安水性 故由别父之入水 途中 别告以真相 猴王即为其肝挂于树上 令别父之反路取肝 即登陆 便跳反树上 其后二者不负往来 上即佛所说之别父 即后来犯戒之报 至比丘尼 别 即犯五逆等重罪 而与佛对立之调达 提婆达多 机智之猴王则为佛之过去生 身经卷1P6973 赞养 为以口赞叹 一心敬养佛德 赞阿弥陀佛记 大四七 四二二下 若闻阿弥陀德号 欢喜赞养心归一 圣满宝窟卷上 为目上为养 即相当此意 或为赞为口夜之赞叹 养为深夜之礼拜 P6974 赞佛 赞叹称阳佛之功德 右坐探佛 据世事要揽卷中载 佛言 若人以四句计 用欢喜心赞叹如来 所得之功德 胜于以衣服 卧具 医药 饮食 夫具等 供养辟之佛 达百岁之功德 P6974 赞佛成 赞义佛成之义 即赞叹唯一佛成之法 而教化于人 法华经卷义方便品 大九 九下 我即自私为 若但赞佛成 众生没再苦 不能信是法 古来日本文学著作中常引用此语 又赞叹佛之教法所结下之因缘 称为赞佛成缘 P6974 赞佛祭 又称探佛祭 即赞叹佛之相好功德等之祭诵 以五言 七言二种居多 佛本行及经卷四载 是尊于过去世曾赞叹佛煞佛 而说四句祭 大三 六七零上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尽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 又无量寿经卷上一载 阿弥陀佛过去为法藏比丘时 亦以 大一二 二六七上 光言微微 微神无极 如是言明 无语等者 等计赞叹是自在王佛 在诸经中复有各种赞佛祭 如旧华言经卷一大九 三九七下 一切佛境界 甚深难思义 诸于众生类 莫能测量者 如来善开导 无量诸群生 能令悉愿乐 至求无上道 佑佛三身赞 一百五十赞佛颂 佛吉祥德赞 七佛赞北加陀 赞阿弥陀佛祭等 则为独立成篇之祭诵 法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 圣满经如来真实义功德章 摩赫摩耶经卷上 乐邦文类卷五 广宏明集卷十五 批六千九百七十四 赞佛超九节 赞叹佛德 超九节早成佛 巨大制度论卷四载 释迦佛与弥勒习于因地同修菩萨行时 见弗沙佛入火定而放光明 释迦佛即欢喜性净 俏意足利 和长相佛 于七日七夜间 以一记赞佛 大二五八七下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净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 因而比弥勒早九节成佛 批六千九百七十四 赞阿弥陀佛记 全一卷 北魏谈鸾传 右座带金奉赞 无量寿金奉赞 赞阿弥陀记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七册 细一无量寿金 而以寄送方式赞叹阿弥陀佛之功德 庄严 七言一句 共一九五行 三九零句 其中出二十八行赞叹十二光佛 后一六七行赞叹净土 圣众与国土一报之庄严 并数一己归一阿弥陀佛之意 幼祭之各节 君父 南无至心归命理西方阿弥陀佛 愿共诸众生 往生安乐国 知礼文 批六千九百七十四 赞众 在贯顶级法会时 唱赞祭之僧众 其中 举赞之音头者称为赞头 于赞颂之僧众称为赞众 批六千九百七十五 赞歌 赞美佛菩萨及祖师等功德伟业之运文章句 又作赞 赞颂 有关之范语有Stafa Statra Stuti Saj Titanium等 其内容除赞叹外 亦或含有辟喻 故事性智者 印度自古及有赞歌 如出于富兰娜 范佩 文学等有关皮师奴 范Viu 师婆 范埃 法 等之赞歌 其只去与佛教雷同 对佛陀之赞歌最早建于大事 范Mahvastu 诸经中已寄送赞叹佛得者一不少 赞歌成为独立之典籍者 在巴黎文经典有长老纪 长老尼纪等 范于汉译之梵文经典 有马明所作之佛所行赞 前智梵赞 吉佛三身赞 普贤菩萨行愿赞 七佛赞北加陀 赞阳多罗菩萨一百八名赞等 范于西藏大藏经之礼赞部者 则有龙树所作之法界赞 范Dermatastuva 无辟赞 范Murupemastuva 超世间赞 范Laktitastuva 即无者所作之法 身为功德赞 萨加斯利巴德拉所作之如来 明歌贤结庄严满等 另有推断一位马明所作之金刚争论 范Fate Rossi 即继马明后之赞佛诗人摩系李志扎 范MTCEA 之作品如150赞佛诵 范Atopassiatcastotra 400赞 范Ketutaka 七世纪时 戒日王亦有赞佛作品 如龙王之喜 范N.J.Nanda 宝行王政论 范Retumval 清荣妇人 范Briyadaric 八大灵塔 范赞 范A.MR.K.Tustatra 十一世纪时 加斯弥罗诗人克雪曼德拉 范K.Emendra 虽未皮诗奴派诗人 然亦侵慕佛教 这有辟语集 范Avandei Kalpalat 赞叹佛德 我国佛教之赞歌 使自东径之道 临坐释迦文佛向赞 阿弥陀佛向赞 诸菩萨向赞 此后有北魏坦鸾之赞 阿弥陀佛记 唐代善导之往生理赞 唐代玄爵之永家正道歌 与宋代为白之文书指南图赞 宋代仁悦之释迦如来降生理赞文等 又敦煌出土者 有净土礼赞 大臣净土赞 道安法师念佛赞 摩尼教下部赞等 种类甚多 于日本 和赞为一种独特之形式 广行于民间 梁高森传卷十三 初三藏纪集卷十二 广宏明集卷十五 P6975 赞歌集 范明毕扎克 宗教师 印度神秘思想家 宗教改革家 喀比尔 范卡尔 1440 1518 作 弟子巴哥达斯 范巴哥达斯 于1570年编程 喀比尔反对印度教 伊斯兰教反锁之遗规及偏辖之教权官 攻击费陀 圣典之权威及婆罗门祭式 而接受伊斯兰教解放者苏非 范斯兰典之神秘主义 此赞歌集集已精确之直观经验 为婉婉叙述其对真理之体物 完整地呈现其融合印度教与伊斯兰教 超越教派 肯定现世之宗教官 现今喀比尔教团总部存有其师座全集二十一卷 名为大圣典 范KHS Grant 圣诗 龙山张针 诗宗教 中式考察士论 大类纯 P6975 赞叹 一范语 赞扬歌叹之意 又作赞叹 即以祭诵等赞扬歌叹佛菩萨之威得神力 据法华文句卷三下载 以言语表现赞叹者 称为祭言叹 无法以言语表现 而在心中加以赞叹者 称为绝言叹 世清净土论中 赞叹门为五念门之一 善导之观经书 善善意意为赞叹 公养为净土往生五阵行之一 日本净土真宗主张 称念阿弥陀佛名号 得他立之信心者 方位真赞叹 大制度论卷三十 往生论著 二日本佛教赞歌之一种 以百识赞叹 舍利赞叹 法华赞叹未最早 盛行于平安朝出奇 批六千九百七十六 赞叹供养阵行 五阵行之一 在净土往生之行业中 一心赞叹 供养阿弥陀佛 称为赞叹供养阵行 反之赞叹 供养阿弥陀佛以外之诸佛 菩萨等 而为往生之因者 则称为赞叹供养杂行 观无量寿佛经书卷四 选择本院念佛及 参阅五阵行 一千零七十四 P六千九百七十六 赞叹门 是经净土所说 五念门之一 五念门 即意念观察阿弥陀佛及其净土 成就自立立他功德之五种修行门 其中 以口业赞叹阿弥陀佛之名号 称为赞叹门 即口称十五 无碍光如来之名 此明系由其光明之德而来者 有破案之意 为净土修行者自身如实修行 与比明义相应 以其破明之案 P六千九百七十六 赞请文 指五会念佛做法时 劝请诸尊之文 据唐代法照之净土 五会念佛略法事 以赞宰 赞请所奉 请者有释迦牟尼佛 十方三世诸佛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 十方诸大菩萨摩赫萨 十方恩文远觉一切贤圣僧等 于 经奉本师释迦牟尼佛 以下七请中 每一请皆先由导师唱 一心奉请 四字 于则众僧同唱 P六千九七十六 赞一 法时 先引经论中之一二钩 而为奖赞之题目者 又不仅限于经论之类 诸祖师之数 亦可引用为赞题 P六千九百七十六 涅子 范语 埃扎克代法 德雷 略称涅 比丘十八物之一 取鼻毛或刺等用之 范网经卷下 大二四 一零零八昂 若佛子长印二十头佛 东下坐禅 结下安居 常用阳 中略 涅子 神床 经律 佛像 菩萨形象 十颂律卷三十九 五分律卷二十六 参阅十八物 三百五十二 P六千九百七十七 驴牛二乳 辟欲似是而非者 为牛乳与驴乳 其色虽同 但牛乳攒聚则成苏 驴乳攒聚则成分 佛法及外道 虽同有不杀 不道 慈敏众生 舍心离欲等说 然一切外道皆执着于我见 穷其所归 则未虚狂 故时不可与佛法并论 大智度论卷十八 P六千九百七十七 驴年 禅灵用语 十二地之中各有所属之生肖 其中无驴 即无驴年 故以知辟欲永无可其之日 景德传灯陆卷九神赞章 大五一 二六八上 一日在下看经 疯子头只求出 诗之曰 世界如许广阔 不肯出 钻他故止 驴年去得 P六千九百七十七 驴前马后 禅灵用语 为随足于驴马前后之奴隶 禅宗用以指斥追从他人 而无自己独特之机用者 景德传灯陆卷十五 梁价章 大五一 三二三上 诗曰 苦哉 苦哉 经识人力皆如此 只是认得驴前马后将为自己 佛法评审 此之事也 必言录第六十三则 P六千九百七十七 驴驴桥 禅灵用语 又坐驴驴 指驴骨中形状酷似马鞍之骨 驴桥 即指马鞍 其形状颇似桥 故有此称 驴驴桥虽似马鞍 而实非真马鞍 然有于痴之子 勿以驴驴桥为其父之遗骨 故禅灵中美以之比喻愚昧 不便真假法义之情形 五灯会圆卷十一股影韵葱章 万序一三八 二一灵上 默认驴安乔坐阿爷下汉 必言录第九十八则 从容录第三十八则 参阅 阿爷下汉 三千六百六十五 P六千九百七十七 揪 又坐牵 至 即为补测即凶或伏或才觉某事 于竹 木 纸片上记下文字或记号 或碾纸成丸状 捏取其一 以平取觉之 此风源于我国 后为佛教所采用 其种类有观因究 轮相究等 灌顶经卷十犯天神策经 佛祖统计卷二十六 有名智觉法师传 P六千九百七十七 钻水求疏 比喻无礼强求 菩萨本元经卷下 大三六五下 譬如钻水求疏 事实难得 此外 钻火的兵 易语则比喻因果不能相悖 盖因果之理 种如是之因 急得如是之果 则种瓜必不得斗 钻火必不得兵 其礼意昭然若揭 P六千九百七十八 钻固止 禅灵用语 激粉指之一位钻研经典 而不知求解物之森 大会普觉禅师与陆卷二十七 大四七九二八中 渡门闭关 此席新良药也 若更钻固止 定引其葬时中无史实来生死根苗 锦德传灯陆卷九神赞章 P六千九百七十八 钻指淫 为宋代白云首端禅师 一千零二十五 一千零七十一 所作银子透记中之辟语 红绝范陵间陆卷下 万绪一四八 三一三下 白云端禅师 作银子透记 约 为爱寻光纸上钻 不能透处几多难 忽然撞着来时路 使绝平生被掩蛮 P六千九百七十八 钻离菜 僧人称姬之影词 东坡至灵 僧味酒味斑若汤 鱼味水缩花 鸡味钻离菜 P六千九百七十八 鹦鹉效养 指佛于鹰帝十位鹦鹉之效行 巨杂宝藏经卷一载 西雪山中有一鹦鹉 其父母双芒 不能外出觅食 彼时 有义仁慈田农 发愿将所种之道骨施舍众生 鹰鹉及常往彼田处 采取道骨 效养盲父母 彼盲父母及静犯王与摩耶夫人之前身 鹰鹉及佛陀之过去身 一处六铁卷二十三 P六千九百七十九 鹰鹉精 全一卷 又称佛说鹰鹉精 留诵求纳拔陀罗易 收于大阵藏第一册 习印度舍未曾有人名鹰鹉魔劳都罗子 佛常启识其家 未说此经 内容述说人生有高下 好物 清酌 剑吉 美丑 贵贱 能无能 贫富 至于等因果本末 本经之汉译本令有 宜中阿含卷四十四鹰鹉精 二 分别善恶报应经 天袭灾意 三 兜调经 意者意名 四 佛为守家长者说夜报差别经 法治意 五 敬意幽婆塞所问经 师护意 历代三宝记卷时 大唐内典路卷四 古经义经图记卷三 开元式教路卷五 真元心定式教目路卷七 P6979 英武说法 为英武宣说佛法 以化导众生 如正法念经 在有夜摩天中英武说法化导诸天之事 诱阿弥陀经 大一二 三四七上 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 白鹤 孔雀 鹦鹉 舍利 嘉林平家 共命之鸟 世诸重鸟 忠略 演唱五根 五力 七菩提分 八圣道分 如是等法 一处六铁卷二十三 P6979 英武请佛 印度摩羯提国 英武子王请佛于灵中说法焰作 后的升天之故事 据传几百元经卷六英武子王请佛 圆载 摩羯提国诸群鸟中有英武子王 请佛于灵中说法焰作 并彻夜不眠 绕佛飞翔寻世 令吴狮子 虎 狼及盗贼等脑害佛陀 一日 佛治王舍臣 英武子王在前引导 并告知平婆梭罗罗王 使之赤摄遥 逆道奉迎 由此功德 英武子王遂于夜中命中 身刀利天 一处六铁卷二十三 P6979 英武禅 禅灵用语 有眼口头禅 形容图有言说 而无实际行词 己所言非自己所清正 仅为识取古人言词 如英武学语 P6979 欲的言纳 泛名UENA或OENA ODENA 位于北印度之古地名 乃达特罗佛教之起源地 为四圣地之一 于静世 此的引起学界广泛注意 其中 关于其地理位置 有多种语说 代表看法有下 叶数说 一 地理学者 尤雷 H U 以为狱的言纳 位于苏瓦特河 Swat 流域之白夏瓦 Pershawel 北方 并具玄藏之记录 进一步推定维新 库石 Hindu 山脉南方之丘陵地带之大部分 二 华德尔 LA Waddell 既陈奇说 认为此的系纸 卡什米尔 Kashmaray 西北部芝加茨 Gosney 及乌藏纳 犯UDNA 或乌藏 Andergan 三 莱维 S L6 认为在 喀什嘎尔 Kashgarh 地方 又以为 西哈拉帕拉沙的 萨斯特里 Harpra Satranx 及奥利沙 Orysa 地方 四 巴达恰利亚 Moytash Battacharya 则主张在 阿萨蜜 SM 或孟加拉 之说 巴士提出 四项理由 以支持其主张 一 西藏史书之记事 乌藏纳国王 英陀罗普帝 范英 Dra By Tay Tanion 其子莲华 申 范 Padmese M Halpa 曾于 加和尔 J Hor 取记户 范 Enterokita 之妹 而加和尔 被定在 东孟加拉 之达卡 Data 地方 及现金 之沙 阿波尔村 SBHR 准次 乌藏纳印在 加和尔附近 二 除乌藏纳以外 另被认为四圣地之一的 加摩基耶 范 Kne 与西利 赫达 范 Suri 位置 临近 故乌藏纳印 意在不远之处 三 据云乌藏纳国 宇人 加普罗 范 LAK Puri 为姐妹国 伦加普罗 为阿摩 罗坚多家 泛恩 RK AKA 山脉之一风 或在 阿密或中央 印度 或西兰 故伦加普罗 之位置 若在 阿萨密 则 乌藏纳 意应 在同一国 因而 推定乌藏纳 在 阿萨密 四 据著名的印度 西藏 蒙古之佛道史 如意宝树史 藏 Path Sanjobs 之记 在 达特罗 成就者之一 罗巴 藏 Lup 曾出示 乌藏纳国 又 据西藏大藏经 丹珠尔目录所述 罗巴 乃 孟加拉人 其著作多 以 孟加拉语 撰写 若乌藏纳在 孟加拉 则此二技术 不约而同 然 现代学者 支持 此说者 不多 因其所根据 西藏史书之 记载 为托传说 之范围 故为德学界 承认 五 图吉 J2G 任魏裕的 严纳吉 是西北 印度 苏瓦特 西古地带 之乌藏纳 或裕的 尹纳 范 范 芬納 卡 此说 与诸说 之宗教 为有利 图吉 近年在此的 进行考古学 发掘 发现多数 有关达特 罗佛教 之遗品 图吉 之说 如能确定 则此的 与佛教 有极深之渊源 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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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文典籍 中意味 乌藏纳 乌藏 乌藏 乌藏纳 乌田 乌田 乌 月底 岩 玉的 尹 那 古来为东西交通之要地 虽在纪元前曾被亚历山大大地征服 其后又被匈奴侵略 然于西元一千年请被回教徒灭亡以前 此处佛教文化一直盛行 经典中所记述佛陀之世纪及本生故事 如割肉未因 文半计而舍身 降伏恶龙等著名故事 皆发生于子弟 大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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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国之周围有五千余礼 山谷相属 川则连 虽有骨架 然屹立不肥 金 铁吉锋 多产葡萄 郁金香等 灵树吻裕 花果茂盛 寒书合唱 风雨顺序 人性怯懦,俗情觉鬼,好学而不切 识人多以尽咒谓也 多这白,少有余福 语言大致与印度相同,文字,礼仪亦颇类似 崇众佛法,尽兴大臣 严苏婆法苏独河之河岸,就有1400加兰,多以荒芜 习有僧徒一万八千,后见减少 僧徒并学大小臣,而以,既定,为业,又善于持诵文句 然为揪身意,戒行清净,而特贤尽咒 律仪传讯有五部,法密部,画的部,影光部,说一切有部,大众部 另有识余所添词,意道杂居 佑国中有四,五座兼顾小臣,其王大多至于蒙接离臣,该臣周围有十六,七里,居民阴审 上述记载中,苏婆法苏独河,泛名为Aphavastu或Saphavastu,即是苏瓦特河,以及如意宝树史上所谓之,欲得耶纳乃达特罗教最初发生 另据八十四成就整一书 所记述,欲得耶纳系拥有五十万都市之国,分为二王国,亦为三婆罗国,泛三哈拉,由英陀罗普帝王统治,另为伦亚 阿普罗国,由加拉英陀王 加拉英陀罗王之子取英陀罗普帝王之魅罗科修明加罗,范拉克恩卡,为妻 比女的英陀罗普帝之应可而成为成就者时,英陀罗普帝乃让国与子而为 又据西藏之传说,佛陀曾在欲得耶纳传授金刚成,范菲徒瑞奈,之教法语音陀罗普帝 大抵而言,关于欲得耶纳之传说,阶级神话,阿德采,记载此类传说者,有不少西藏典籍 如布顿,藏波拉丁,Stone,所作,开启达特罗布生意门之宝药,藏瑞奕,S-D-E-I-S-A-B,D-O-N-S-T-A-G-O-B,B-I-R-I-N-G-C-E-S-P-A-I-R,M-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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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I 此外,西藏又有一传说,为因陀罗普帝王常见僧侣于前游东往西,午后游西往东,成群飞行空中,王之士佛陀之身闻弟子以神便利网环舍未成行起,即请降临传授金刚成。 此一传说或因U-Iona一词与U-Iona,飞翔,类似而来。 然据近人研究,魏玉的闫娜国王因陀罗普帝与秘密集会达特罗之间并无密切关系,并以为所谓,达特罗佛教之乐园,理想国土,之域的闫娜,未必真有其地, 而系达特罗佛教徒之空想世界而已。 要知,由于该地曾被回教徒侵入,并彻底破坏,故后世达特罗佛教徒在憧憬昔日佛国欲的闫娜之鱼, 乃将其理想化,种种传说,或系游士而来。 布顿佛教史,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H. U,The Book of Sir Marco Polo,H. Cordia San Ardedan,LA W,Dalamism,B,B,B,Tacharya,An Introduction to Buddhist Esikharism,J,T,T,T,B,T,P,T,S,C,F,O, 阿,参阅,乌藏纳国,4175,P,6980。 玉多罗,泛名Attara,巴利明童。 意义甚,上。 又作幽多罗,幽多离。 意为世尊过去世为仙人时之名。 据贤于经卷下载,世尊过去世为玉多罗仙人时,应求正道之愿心申妾,故自包身皮为纸,折骨为笔,以写和墨,听受书写婆罗门所诵之计。 菩萨本行经卷下,二位阿南之弟子。 据分别功德论卷二载,阿南之弟子幽多罗,从阿南承受增益阿寒,后幽多罗又受与弟子善绝而搬涅盘。 三巨善剑绿皮婆沙卷二载,阿玉王之时,玉多罗与须纳家,巴索尼克,二人被派遣至金帝国,巴索巴尔,B.H.米,经之缅甸,传教。 石金帝国有一叶插尼,每逢该国有王子出身,叶插尼即从海中献至王宫夺取而食之。 玉多罗等至彼得之日,正巧王子一出身,王等乍剑二人物以为叶插尼之伴侣,而遇害之。 须纳家及严己等位断杀身,护持食善之沙门。 不久,叶插尼来袭,须纳家化现双倍至叶插驱逐之,并送咒防护国土,使诸叶插尼不得入侵。 随后又为人民说犯网经,受三规五戒,六万人得道果,后亡凡生而皆取名为,须玉多罗。 四位佛所玄迹之比丘明。 据大悲经卷二持正法品载,佛曾玄迹玻璃浮尘之揪揪扎,范格克耶,森迦兰,有玉多罗比丘,据神通变化,修范形,广布正法。 P6982 右坐玉多罗森range,广佛多罗森,广达罗森加,意义上一,上者一。 及七条一 为常服中最上者 于斋 讲 礼 诵等诸节模式时 避着此一 故又称为入众一 又应颈腹左肩 故又称为腹左肩一 其价值在其他二一之间 故又称中价一 其制法 先割结为二长一短二十一格之不快 然后以 却赐 之法逢成 若才少难办 则听许用 叠业 之逢制法 关于此一之长短宽窄 有长五轴 广三轴之规定 然应个人身两长短不同 故此说亦不胜一定 玄应应一卷十四 惠灵应一卷十五 参阅 三一 五百五十一 加沙 四千七百八十四 P六千九百八十二 玉底家 泛名奥特卡 意义能说 又坐袜底家 玉之歌 玉低家 优质 为佛事实以外道之名 此外道曾亦佛索 问世间有边无边等四句 其余事迹不详 杂阿含金卷三十四 巨舍论卷三十 P六千九百八十三 玉金 梵雨 库库吗 学名 Crocus sativus 零 又坐茶举模 茶举模 茶味情之物血 鼠球根植物 可制成染料 花可作香 称为玉金香 产于北印度卡什米尔 小雅系亚 地中海东岸等地 据大唐西玉记卷二载 可知习十之印度人 常以沾潭 玉金等诸香图生 阿玉王传卷四 有不疲奈耶杂氏卷四十载 莫田地那尊者教化恶龙 为之既居民活命 遂自香山拔取玉金香之根 移植至当地 幼金光明最圣王金卷七 以之为三十二位要之一 苏西的杰罗金卷上 蕊系耶金卷中 慧灵音义卷三十九 卷七十 批六千九百八十三 玉密僧神 玉密 形容树木密僧繁茂 僧神 形容树林茂圣而僧傲 为狮子 玉大臣 所著 而狐鬼 玉小臣 不能靠近之境遇 隐身指佛法之幽碎僧傲 勇家震道歌 大四八 三九六中 瞻坛林 无杂数 玉密僧神 狮子柱 静静林间 独自游 走兽非情皆远去 批六千九百八十三 玉丹月 泛名阿塔拉 克鲁 巴黎明同 右座北巨卢洲 玉多罗旧流 玉达罗月 瓦达罗举 温达罗巨卢 魏须弥四周之一 启示金卷一大一 三一一中 须弥山王 北面有周 名誉丹月 其地纵广 十千游巡 四方正等 比周人面 还四地形 参月 北巨卢洲 一千五百八十五 批六千九百八十三 预提师山 以预提师 泛名幽丁 一一远文山 据华严经探旋记卷十五载 此山围绕北印度加斯弥罗国四周 华严经探旋记卷十五 大三五 三九一下 预提师山 此云远文山 未多处远人皆文故 二一一日出出处 翻范语卷九 大五四 一零四二下 预提师山 一约日出出处 批六千九百八十四 玉曾家 范语阿卡之 一亿数千万兆 佛本行及经卷十二 大三 七零九下 百皮婆娑 明玉曾家 随数千万兆 批六千九百八十四 玉玉黄花 南朝道申法师 四百三十四 主张无情亦有佛性 曾以草木产述一真法界之妙礼 而为 万婿一一三 七五上 清清翠竹 竟是真如 玉玉黄花 无非般若 祖庭世院卷五 批六千九百八十四 三十四 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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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